大家上午好啊 上午好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 还是来讲一讲作业 实际上这一次的作业 我希望大家清楚 我们要用来干嘛啊 就是这个作业 你们来自己来说一说吧 你们觉得这一次作业 我们不止这个 让你们画一个这个尺寸的 然后三百分辨率的 然后把人物的这个半身部分 只把人物画好即可 是为了干啥呢 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打到评论区 我看一看 你们的方向有没有错误 为后续海报打基础 未来大海报做准备 对的 咱们的作业呢 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出作品 别等到后面以后 我们第十一章的时候 会要教给大家 怎么去做作品集 然后呢 作品集 这个没作品 就到了那个要做作品集的时候 你没有材料 那是不是很被动 所以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作业啊 就是我们只画半身就可以了 为什么只画半身呢 啊 模拟考试 这个为什么只画半身呢 其实就是因为画全身 对有的同学来说 很容易暴露问题 所以呢 我们画半身可以有效的 去这个避免一些问题啊 然后呢 呃 还有这个 这个 写一下这个前六个 前六周的阶段性总结 就是把我们怎么去原创一个小画面 一个元素啊 啊 完整步骤是什么 形成一套方法 就是不管画什么 我们都可以用这套方法 以不变 以不万变啊 这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虽然说我把它放到了第二个 但是呢 也是超为超级重要的 因为我在这一周的 这个作业当中发现了 有的同学就是 学了新的 忘了旧的 对不对 就是这很容易出现的问题 到了后面 我们要画这个创意大海报的时候 你学了创意 就直接把前面的东西都忘了 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就是为什么让大家 特别是这个超级继练法 其实我觉得超级借鉴法 还是挺 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放到第二周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 然后呢 需要我们在每一次 画作业的时候 就每一周画作业的时候 大家都要用到 所以就是我们要一直的去练 有的同学是不是一直觉得 哎呀 找不到好的参考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那个 这个找到的参考 到底好不好看 自己不会区分 对吧 我们一周肯定不够 所以呢 我们要连着去练上三个月 咱们才能去分辨 哎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然后现在有的同学就是 找到的参考 还是 就是感觉 没有去仔细找 或者说找到的不太扣题 或者说啊 因为没有去观看我们的这个 以上用广告插画参考 就还不知道 我们到底现在 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是OK的 然后再画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就是这是一小部分 就个别的同学会这样 然后我看了一下 最近同学们画的一些内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首先我比较惊喜的就是画面精度 大家都提上来了啊 就有把我的画放在心里 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 然后呢 再就是我们一定要清楚 我们每一个画面 它是为了我们后面做一个海报 做准备的 后面我们的海报要加上这个 比如说前景植物 比如说加上背景 再加上文字啊 就把它变成一个这种东西啊 就是我们虽然说只画了半身 但是呢 我们什么东西都没落啊 然后呢 背景啊 什么的也要画上 然后我们这个 呃 形成一个比较 这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海报啊 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然后接下来有很多同学 是不是在画全身 全身就是出现很多问题啊 然后你看这个同学 画了六个人物 然后我 我觉得咱们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现在是为了出作品集 然后我们出作品集的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缺点啊 就只要是出现在我们画面当中的内容 它一定是精致的好看的 啊 如果说你画了这么多 然后每一个都不好看的话 那是不是就白画了 就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哪怕我们就啊 就画这一个人物 咱就把这一个人物 给他画的精美好看啊 给他画的这个 就是别人都挑不出错出来 就觉得你你你这个人物 哎 画的非常棒 那我们其实也是一个进步啊 就我们其实只画一个人物 你看我们刚刚的这这个 这个以少用广告插画参考里面 他就只画了一个女生的形象 哎 咱把这个给画好了 然后再把背景给处理的仔细了 我们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啊 然后咱们同学们一定要 一定一定要清清楚 还有同学就是画完了以后 咱们的这个画面啊 只放了画面当中这么点点 一小部分 就是那你是不是 如果说我们的主体人物只占 这么一点的话 你周围还要画很多很多的东西 对不对 但实际上我是希望大家 就是把这个人物当作主体啊 你给他放到画面的正中间 你也不用说是去放到这个两侧啊 放到什么黄金分割线上 你就放到正中间 然后前面呢 可以加上一些这个内容 哎 把它的这个 把它的这些东西啊 全部给挡起来 就是你不想画的 这些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我们全给挡起来 后面呢 再加上背景 然后顶上加上文字 就完全足够了啊 就不用说是画的太 太复杂 只要是你们好好的 稍微的听课 看我的演示 看我给大家提供的模板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理解 这个 这个这个事情的 是不是 嗯 六个大工程啊 对的 就是你 你会来不及画 而且呢 就是我们 呃 一定一定要搞清楚啊 哪怕我们 我 我找了几个 画的还不错的同学啊 哪怕我们就只画成这个样子 啊 我们是不是 到了后面 我们给它完善成一个大海报 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整体的尺寸啊 尺寸是很重要的啊 就是我们看一看 我找到的还不错的一些作品吧 这个 虽然说画的很简单啊 但整体的形象非常的鲜明 然后我 我找出来了整体还不错的作品 也不是说就完全没问题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画风 还是不是很统一 就是我 我先把这个画的比较好的同学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啊 就是呃 后面的背景用的是线条来处理的 前面的人物用的是这个色块来处理的 然后这个呃 吃的也是用线条来处理的 咱们如果说是 想用线条就都用线条 想用这个 想用这个 平图啊 色块 咱们就都用色块 这样的话会显得我们的画面 更加的整体统一 你看人家 这个人没有用线条 所以他每一个地方用的全部都是用色块的形式去处理的 那就是你会发现啊 咱们用线条的就每一个地方都用线条 不用线条的 咱们就是都用色块啊 这样去成整体统一一下 不要就是这 就是感觉像是一个很很拼接的一个东西一样 就不太不太舒服 然后呢 就是我给大家放一些这种画的还不错的作品 大家来仔细的体会一下 就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程度啊 就是这张图我觉得也还行啊 但是呢就是感觉呃 也有一个小问题 就这两个形象的光源 好像这个是从这边来 这个是从这边来 然后整体的这个圣诞老人的光源 是从左上方照射过来的啊 就是嗯 还画的比较的模糊啊 咱们如果说是 我再说一说啊 模糊就会显得你很萌新啊 所以说我们尽量的画成这个雪人这种形态的啊 就是不要那么模糊 然后呢 我们一定要就算是用了这个渲染笔刷 我们也要看清楚边界啊 用这样的方式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接下来呢 但是整体造型 还有精度都是可以的啊 这个同学画的也不错 然后这个也不错啊 就是小意见啊 提个小意见 这个人物的脸可以在 在这个 呃 让他看上去 再白皙一点 会更好一些 然后这个也不错啊 然后再提一个小意见 就感觉这个人物的身体啊 看上去特别像那种呃 我们人设啊 或者圆画里面能看到的这些 这些感感受啊 但是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头发吧 头发我们可以再画的更加的呃 飘飘逸柔顺一些 现在呢 有点略显死板啊 然后这个杯子也是显得巨大个儿 呃 其实有很大的杯子 但是这个杯子的呃 这个表现呢 就是我们再想一想 就当前的这个当前透视的环境下 我们这个杯子好像就是离的比较近 然后能看到上面的口是这种弧度 下面的口是这种弧度的 对吧 但是在我们当前的这个视角下 你可以拿一个杯子自己拍一拍 咱们应该是 如果说能看到这样的杯口 咱们是看不到这样的杯底的啊 就是咱们可以想一想 就是这个杯子是距离摄像头特别近的时候 才能看到的一个景象 现在呢 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呃 有一点点问题啊 咱们可以再去进行提升 嗯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呃 头发 头发得再飘逸一些啊 现在这个头发看上去略显呆板 嗯 然后其他的地方 我觉得都都挺不错的 嗯 然后这个画面 呃 我觉得其实也够用啊 但是提一个小意见 就是我们的这个暗部和亮部呢 再画的清晰一些 这个暗部怎么去给它设置啊 要考虑一下这个凸起结构 但是人物的形象 我觉得还是OK的啊 然后这个画面也是 就是呃 整体感觉还不错啊 然后就是这个人物的呃 身上这个衣服看上去颜色比较的暗沉 就是如果说是虽然说是参考了很多的这个画面啊 但是咱们这个身上的衣服 这个小孩画的就挺暗沉的 你画的画成这样子 是不是更暗沉 所以呢 我们可以去给他画成一个呃 白色的呀 或者是黄色的呀 啊 都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太暗沉了 显得整个的人没那么精神啊 嗯 然后其他的部分都挺好的 这个小孩的形象是OK的啊 但是这个鼻子有点太红了 我建议把鼻子这个颜色放到腮红上去 就更好了 然后这个人物形象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 嗯 这个呃 这个整体的算是一个第一视角吧 就是男友视角的这种感觉 是不是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男友视角 这个手可以再放大一点 把它底下这部分遮得更多一些啊 然后这个衣服啊 衣服的颜色呀 没有按照我们阴影选色法 呃 还有这个脖子呢 画的有点粗 其实都是可以调整的地方 但是整体画成这个样子 其实也算是我们在商业插画当中 呃 可以看到的形象了啊 如果说能画的更好看一点 就更好了 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啊 然后呃 除了头发这里 我觉得可以整个的画成一个暗部 就是这里有点过亮啊 然后其他的部分呢 呃 这个 这个胸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可以再加一些这个暗部的投影 然后再放大了以后可以看一看啊 在画这种渲染的时候 不小心画抄戒了 这也是很容易犯的问题啊 就特别用渲染笔刷的时候 一不注意就画抄戒了 呃 这个是咱们需要接下一个阶段进行提高的啊 然后其他的都挺好的 一个这个呃 与妈妈的一个形象啊 确实很舒服啊 就是算是一个造型和精度上面都挺不错的一个画面 然后这个我觉得啊 咱可以画上一个桌面 对吧 因为现在直接一个横线把这个物体给切开 看上去还是挺挺奇怪的 但是如果说加上一个桌面的话 这个人物形象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作品 虽然说脸贼大 就是 我我是热衷于瘦脸的一个人啊 就是咱可以把这个脸稍微的再瘦一瘦 然后呢 呃 整体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就是呃 但是相对于整个的画面来说 我觉得手里拿的这个小调料啊 可以再稍微画的大一点点 嗯 然后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手再画的清晰一点 和调料之间的这个区分再明显一点 就可以了啊 对 有的同学 我们这个登登老师说了 没有加并角 显得很难受对吧 显得很凸啊 咱们加上并角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个同学画的 就是画的 咱们这个同学画的是比较多啊 但是我觉得截图 截到这个部分 是更加的舒服一些的 是不是 更加舒服一些的啊 就是这个底下这块感觉画的也 呃 就是没有了什么亮点 然后呢 我们截到这儿就感觉还还不错啊 其他的地方也还行 然后这个同学画的也不错啊 但是呢 就是在配色上面呃 呃 有遇到了问题 你看我们的这个画面当中 找到的这个参考 咱们选的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配色 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 诶 模仿一下他的这种感受 模仿一下他的这种感受 对不对 或者画一个比他更浅的一个颜色 啊 然后包括身体里面的这个衣服 咱们也可以模仿一下这个人物 就是你 你 不是说咱们自己随便想着去做啊 因为随便想着去做的话 真的可能会遇到 就是画的颜色暗沉的情况 然后我们上一节课是不是也说了 当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画面画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Country M 然后去把这个线啊 往上揪一揪 往下揪一揪 就是你揪来揪去 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呢 你揪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 诶这个颜色 比我们之前那个颜色 要好看很多 舒服很多 但是通过我们这个网上揪 肤色已经看不太出来了 那我们就再把肤色调成成原来的样子 然后整个人物呢 略斜 就是现在的整个人物 比如说它是一个 椭圆形啊 椭圆形 我不能算是椭圆形 上面是一个头 下面是一个身体 我们都画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正脸啊 咱们给它画一个中线在这里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侧脸的话 诶这个头已经到这儿了 然后身子呢 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这个头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啊 身子要稍微的比头 往后一丢丢的这种感觉 身子的这个中线啊 在这个位置 就是 啊 不是也不是说太往后啊 我画的有点驼背了 啊 咱们画到这个位置吧 啊 这个位置 不能太往后啊 太往后会略显驼背 然后呢 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物 我往中间来一点啊 他如果说是戴了一个帽子的话 这个帽子其实他的后面后半段 要显得更大一些 就是 只要是往这边偏 这个右侧一定要比左侧大 现在如果说咱们人脸啊 给他稍微画一个 左边是比右边大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下啊 就是不管是帽子还是衣服 右边一定要比左边大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中线画过来 右边和左边差不多大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透视的问题啊 如果说咱们这个画不好的话 一定要去找参考啊 就这这部分一定一定很重要的哦 这个我们的这个帽子啊 一定要画的比左边要比这边大啊 用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你如果实在想不明白的话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去去捏一个橡皮泥 咱们人物就捏成一个圆形 加底下一个这个这个样的形状 咱们去侧过来看一看啊 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快速的了解到 我们的这个画面应该是 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一个透视啊 这个你们时群每次都这么团结吗 来我们来看这个图啊 这个图其实整体感觉还是OK的 但是就人物的脸色特别的暗沉 然后肤色也很暗沉 然后呢这个呃细节上面呢 还可以再加一加啊 其他的地方我觉得还OK 就是咱们的整个的衣服上面的暗部显得 就是光源特别的强 但是人脸上面的光源反倒没那么强 然后我觉得咱们呃当下呢 不用画这么强的光啊 就是你画完了以后 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些笔刷的含义 我们画完了以后 如果你觉得光源太强的话 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本身的这个固有色啊 咱给它降下来 降一降你会发现 哎这个颜色好像更舒服一些 那我们就选这个颜色啊 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暗部 如果你觉得过暗的话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亮部其实是过过暗了 那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亮部呢 给提上去 而且把亮部给这个 呃就是用这个颜色给它提上去以后 我我是我是直接画了啊 因为我们我没有画这个 我没有分层 所以呢我们提上来以后 你会觉得哎整个的还挺舒服的啊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去提 啊然后呢呃就是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的这个渲染笔刷的含义啊 然后这个也可以就是配色 还是看上去有点暗沉 我们配色呢呃不仅暗沉 这个人物的脸部呢 也是看上去没有用我们的阴影选色法啊 就是咱不能学了今天的忘了昨天的啊 阴影选色法是用到方方面面的 如果你忘了的话 咱们的阴影一定会显得很灰啊 整个人物没有血色的这种感觉 然后接下来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其实 我觉得人物的造型是很OK的啊 就挺好的 然后呢再就是提醒一下大家 想用线条就都用线条啊 想用这个颜色就都用颜色 就是不要就是线条和颜色一起上 然后就感觉有一点点奇怪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手里抱的这个礼物 我觉得还可以再画的 就是现在就感觉这个礼物盒 下一秒就要掉下去了一样 对不对 就这个礼物啊 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然后这个再就是光源啊 就是看脸部和脸部的光源 感觉这个光非常的强 但是这边呢 这个就没有什么强光的感觉 就整体都在平涂 然后这个衣服的颜色啊 这两个颜色搭在一起 也很就很中毒的这种感觉 咱们得毕竟是画圣诞嘛 我们可以看一看 其他人圣诞都穿什么样的衣服 然后底下的这个造型啊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考究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造型再去考究一下 然后底下的这个文字啊 文字肯定是还要再去变化一下 会更好一些的 然后其他的部分都OK啊 这个画面 整个的人物造型我觉得是OK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截到这里 可能会更加舒服一些 对不对 加上这个腿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感觉腿有点粗 其实都挺好的啊 还不错 然后这个也是学了今天的 忘了昨天的 整个人物造型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的前景植物 要遵循一个什么来着啊 一个凹字形会比较好一些啊 然后呢 不要都是这么竖直的 就是我们啊 虽然说也看了就是 呃 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变化啊 但是呢 变化太微弱 就是这个如果说直接画出来的话 会显得特别的呆板 这种感觉啊 我们可以画的再稍微的凌乱一些 就是参照一些我们的这种 广告商业插画里面的 一些植物的画法 画的稍微的呃就是 这种 类似于这种 哎稍微的凌乱一些啊 把这个前景植物呢 给它画出来 然后我们再说一遍啊 为什么我们要画前景植物 为什么我们要画这种波浪线啊 要画的有造型一点 其实就是为了去 盖住我们的下半身 没有下半身 我们就不用画地面啊 也就是说我们画完了整个的人物之后啊 我们直接在人物后面去画背景 画一个竖直的墙面 就不用去画大透视啊 因为很多人不会去画这个大透视 对不对 我们前面画上一些这个前景植物啊 然后后面再画上一些背景植物 就画完了啊 然后但凡是我们画上了这个角的话啊 地面和这个墙面啊 哪怕我们就是画了一个这个家里的东西啊 地面和墙面的这个线我们要找准 然后地面上面这个这个透视啊 我们也要去找准 然后呢这个柜子呀什么的 我们可以画成没有透视的 就会多一部分这这块的一个处理啊 有很多人就是处理不好 然后或者是说啊 画了一个桌面也处理不好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还不如就是直接把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这个景深啊 就是这个外框切到这个位置 切到这个位置 刚好不用画地面 哎我们直接画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啊 直接画一个呃 人物是这样数值的 背景也是这样数值的 就不用画透视 这个是我们前景植物的含义啊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用说是都画出来 都都画出来 其实也就是会很暴露你们的问题 嗯 然后呢 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画面其实我觉得OK 但是呢 就是呃 整个的人物显得过小 你说后面你要加多少东西 才能把整个的这个画面给填起来 对不对 呃 然后这个画面的这个胳膊啊 显得很细 呃 然后胳膊的这个弧度呢 其实也有一点点啊 有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 呃 再就是人物身体 看这个人物脸部和头 呃 头上这个帽子的阴影的这个占比呢 应该占到了画面当中的三分之一 或到四分之一 但是身体的这个占比呢 只到只只占了十分之一不到啊 就会显得很很很弱啊 就是光源不同 然后这个画面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呃 挺舒服的啊 光看就是一开始光看人物的时候 觉得人物很有问题 但是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 把这些自己都处理不好的地方呢 用一个用这些花朵全给它遮起来了 哎 这个是不是就是就让人感觉还不错啊 上面头发这个位置显得有点凸 然后其他的部分感觉还是OK的啊 然后这个人物的这个肩膀 这个胳膊看上去也有一点点的这个难受啊 就是这个胳膊让我感觉呢 就是 就是人物的身体在这啊 就是你画完了以后 你自己去看一看啊 人物的身体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胳膊是从这儿长出来了 这个胳膊呢 是从这个位置长出来的 对不对 我们胳膊 咱们至少画到这里吧 啊 就是这个部分还是脸还是能露出来的 就算它的这个袖子是一个 古一点的蓬蓬的一个状态啊 咱们这个部分还是能能看到的啊 就是我们再稍微的往左画一点点 就可以了 上面的这个毛啊 就是要给它呃画的再多一点点 就显要不然会显得有一点凸啊 凸头星人最受不了这种毛发这么少的画面了 嗯 然后呢 其他的还是不错的啊 啊 课程跟不上 一周时间消化不了这么多 呃 实际上我们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就是我们当前这周其实没没也没讲太多内容 对不对 这周只不过就是给大家讲了讲人人体的一些 一些这个 我总结出来的比较简单好画的一些思路 但是实际上这周的内容跟第四周的内容又有什么区别呢 甚至比第四周的内容还要简单 第四周我让大家画的是全身 这一周只让大家画半身耶 啊 就是你们自己如果说是觉得跟不上的同学呢 可能是对我们的课程有误解 就是要我们 比如说第五周我交给了大家 n多个 n多个小元素的画法 然后我在 我在讲课的时候 我明显明确的说了 这个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每一个东西并不是说只有这一个画法 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钢笔工具的用法和这个 和这个分析的分析的方法 有了这个分析的方法 我们看其他的东西也能看得出来 所以说第五周和第六周 这两周的内容是在干嘛 在巩固一到四周的内容呀 对不对 我们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在巩固一到四周的内容 所以说我为什么上一周的时候跟大家说 我们如果说第六周 这个压力还不是特别大 所以前四周如果说软件不行的去补软件 这个思想不行的去补思想 这都是我们第六周要做的事情 如果说你觉得 我们的课程我再说一遍啊 我们的课程给大家这个画作业的时间 看课的时间呢大约两到三个小时 然后画作业的时间呢是两到这个四个小时 如果你觉得在这个时间内完不成的话 那说明要么就是你的这个思想有问题 就是这个思路啊 不是思想 思路出现了问题 然后呢要么就是这个熟练度 软件的熟练度出了问题 那咱们就是思路出问题的 我们就要再回去看一看啊 思路哪里出了问题 软件熟练度出问题的 我们就要再补一下软件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如果说 如果说你这个思路出了问题啊 有很多同学是不是 很想去画那个二次元啊 很想去画一些很复杂的东西 然后思路跑偏的话 你就会画的就是熬夜啊 很累啊 而且还画的没有人家好看啊 会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要干嘛 啊 我们之前说了 要在我们力所能及 就是你的能力能达到这个程度啊 就是大家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啊 就是你们可可能你们看到的一些画面 人家已经练了好几年了 对吧 你达不到是很正常的 你现在才学了一个多月左右耶 对不对 咱们的咱们水平只能到这啊 人家已经到这了 我要再画的再清晰一点 你们的水平才到这 人家已经到这了 那你们在这当前的这个水平下 我们能把这个画面能做到多好 我们就做到多好 我们这个画面当中 呃 我会 我是不是让大家 呃 画不好的东西 我们就赶紧放弃 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不不画不好 你硬画它干嘛嘞 对不对 啊 就是说啊 我们画不好的一定 就是要么你去找参考 要么就去放弃 如果说你两个都不做的话 我们就会画的很累很累 很难很难 而且出不了好作品 你看这些呃 画的比较好的同学 啊 就人家有的同学画的其实也并不是说特别的难 对不对 啊 你看就简单这么一个形象 我觉得这个形象就是画的非常好看 啊 然后呢 呃 我是没有看到 我是没有仔细的去看找的参考啊 如果说是跟参考 在这个不像一点就更好了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种阴影画出来 好像是厚度一点的扁平物 会不会呢 哇 这阳光下的蜗牛 你说了一句 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完全没看懂 啊 然后有的同学说手有问题的啊 手有问题的 这个 就是思路有问题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课程已经 已经已经给大家 就是简化到 你们根本就不需要手 就是画这些东西 就是有手就行了 啊 就是手抖的问题 都已经给大家解决到百分之八十了 对不对 啊 也就是说 呃 手 说自己手不行的 其实你们是错怪 你们的手太多太多了 其实就是脑子没跟上啊 就是 咱们其实 呃 我 我先讲完作业 然后呢 我再带着大家 再去 再去把这些 这些内容都给 再去总结一下啊 呃 除了我刚刚讲到的一部分作业之外呢 我还看到了一些问题就是 呃 像是这种画面 咱们我先讲完作业 大家再提问啊 我们先先看作业 这个画面 大家觉得是不是 还挺不错的 这个人物的形象 但是也仅限人物形象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人物 搁到这个位置 你会觉得还还OK啊 虽然说肩膀看上去很魁梧 但是整个问题也不大 但是加上下半身就会觉得很奇怪 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画半身象的原因 因为我们只画半身的话 有很多的这个人物结构的问题 你不会显示出来 而且它还是一个好作品 这也是就是一定要大家理解的啊 就是画不好的咱不要硬画 那像我们你非常想要画好这样的一个角度 应该怎么办呢 要么就是你自己去摆一个这样的动作 自己去拍下来 然后描自己的照片 要么就是你找一个这样的动作 人家画的已经非常舒服的 包括他的头的这个比例啊 身子的比例 然后这个腿的比例 我们都照着描下来 然后去给他改改这个改这个衣服啊 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去进行这个修正 而不是说啊 画不好我硬画啊 画了这老半天 然后衣服上画了很多的这个褶皱啊 可以看到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去画这些东西 但是效果并不好 对不对 我们之前也说了 萌新最喜欢干的就是啊 我不管这个光源从哪来 我就在这个所有的东西周围都画一圈 以影来去体现这个人物这个腿部的这个凸起啊 就是这个就是萌新行为 你一旦这样画了 咱们我再说一遍啊 我好像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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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课已经说了 但凡我们在画人物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胳膊腿的时候 你出现了这种情况啊 就是不管是用这个渲染也好 还是用这个其他的笔刷也好 只要是周围都画了这个阴影的 你就是萌新 就是看都不用看啊 想都不用想 你就是萌新 萌新一般都是这样去处理的啊 然后你再去看一看大佬的作品啊 就是他们一定不会这样去处理 一定就是这边留白啊 然后这边去画一些这个阴影的部分啊 然后甚至这边还要在 不仅不会画阴影 我还会画高光 对不对 就用这样的方式去画啊 然后呢会体现我们这个光线比较强的这种感觉 咱们一定一定要把这个 萌新的萌新的处理手法全部都抛开了啊 这个是我们上一节课就已经讲过的啊 然后找几个案例吧 看这个人 这虽然说头发画的很呆啊 就是但是腿人家怎么处理的 然后呢再找一个人物 这个人都是模糊的啊 看不太出来 但是我们看他的腿 怎么处理的 人家有在旁 就是四周全部都画上一圈这个 一圈这个阴影吗 没有吧 然后光源在哪 光源啊 这边是是这么大一个光源 这边又是这么大一个光源 然后人物整个身体的这个阴影的这个色块啊 不要画的这么凌乱啊 就是呃就画的凌乱就会显得你这个人物很 很什么 很很劣质 对不对啊 但是整个的这个人物脸部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还是OK的 脸部 脸部和头发的阴影分布啊 确实是有一点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想一想 脸部整体是一个球体 咱们先认真听课啊 你们这个跑偏了以后 重点内容没听到 那个只有只有刚刚画的很好的同学 才才有才有资格走神啊 才有资格参与你们的悄悄话讨论 没这个没没画好的同学都都给我认真听课 嗯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咱们看一下啊 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物啊 不管是加上了头发 还是加上了这个这个这个呃 任何的这个帽子什么的 它总体来说还是一个还是一个球体啊 所以说在这么一个光源的照射下 整个的球体是什么样子的啊 就是我们先画一个整个的一个一个切线 然后呢如果说上面有头发啊 我们再给它进行一个变化 然后下面是这个头发底下的这一部分阴影啊 我们再去给它进行细化 用这样的方式去画啊 而不是说咱们整个的就是头发 我占了阴影占了这么多 然后呢这个脸部的阴影 我只占这么一点点 是不是就会很奇怪 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同学的作品 还是啊就是加上了这个人物的手 其实并没有给画面加多少分 那我们直接画到这个位置啊 直接截图到这个位置 反而还更好看 然后包括这个人物脸部的这个阴影选色法 也全部都还给我了 就是咱们不能就是学了第六周的 第四周的都给忘了啊 这个是超级重要的 就是其实从人物的造型来说呀 还是这个整个的画面处理来说 我觉得这个人物还是很漂亮的 但是呢 但是这个阴影选色法 还有一些细节的内容啊 咱们都要去进行这个处理 就要修正啊 然后还有这个同学 是不是也是 我们只要把这个人物截到这个位置 整个人物看上去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动态啊 然后再就是脸部的阴影和这个身体上的阴影 看上去就是脸部就糊在一起 身体上的阴影贼抢 脸部没受光啊 然后整个的这个颜色啊 用的是大红大绿的这个颜色 就是看上去呢 就是很难受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但凡你要画一个圣诞的图片 一定要找圣诞的这个画面 然后你找一些你自己感觉配色非常舒服的颜色 你直接用到自己的画面当中来 要么你不想实在懒得找的话 用一下小清新也可以 对不对 小清新里面的这个黄色可不是 可不是这么画的啊 然后这个红色可不是这么画的啊 我们这个小清新色版可不背这个锅 就是公式你不用 参考你不用的话 咱们的颜色肯定会显得比较的暗沉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比较严重的这个配色的问题啊 就这个小孩 整个感觉就是 这个人物的脸啊 看上去特别的暗沉 然后衣服呢 又特别的那个明亮 然后就这个配色啊 特别像我之前的 之前前几个一个学期 看到的一个同学的作业一样啊 他画了一个饮料啊 也是这种感觉的 就是咱们的肉色呀 肤色呀 这些实在是你不想你很懒的去套我的模板的话 那咱们也是不是尽量的找一个正常的人物啊 就你看看人家的肤色 我找一个这普通的小孩的形象 不用小孩 大人也可以 你找一个这样的肤色 给他套用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画面当中来也是OK的呀 对不对啊 就是还有这个衣服啊 这个衣服的颜色不能用这样的一个猪肝色或者是血腥色啊 就是显得这个小孩真的很暗沉啊 真的真的很无聊啊 就是小孩的形象我觉得还是OK的 小孩头凸一点就凸一点无所谓嘛 但是这个颜色会很拉低我们整个画面的分数啊 然后这个画面也是 就是整个的人物形象看上去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这个衣服的颜色就感觉这么 就给这个人物啊 就是好像是一个老太太穿的一个衣服的颜色 就是正常的这个人物啊 就是这个我们画面当中一些 你看这个人穿的颜色多新鲜 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啊 年轻人就是要这个穿的这个鲜艳一点 灯红酒绿的这种感觉 实在不行 我们用一个这样的配色 也很年轻态啊 也不是说那种很老态的 你看这个明黄色啊 然后这个粉红色啊 然后粉紫色啊 这个黄色 然后我们这些颜色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画一个这种颜色 是不是 就是咱画完了以后啊 就是为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作品 好不好 这个自己的作品优不优秀 你就先跟你自己 我们这个参考图里面 是不是找了很多的这个画面 那你就从这些画面里找一些 你自己觉得很舒服的一些配色 很舒服的一些形象 你把这些图都给截出来啊 然后呢 截出来之后你再去看 哎 我们这些 我们的画面 到底有没有人家的这个颜色好看啊 到底有没有人家的这个画面的感受 看上去新鲜啊 然后呢 看上去这个更加的生动活泼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这个画面 特别是节日的海报 咱们画一些促销的海报 一定是越活泼 越积极 越阳光 越好啊 然后你看这个盒子这颜色 哎呦 咋就能能画成这么一个墨绿色呢 然后还有还有这个盒子的这个 透视也是错的啊 就是这个透视 呃 人物的给我的感觉 透视并不是很大 盒子的透视呢 就是个大幅式 然后人物和树呢 是几乎平式的啊 虽然说这个脚看上去也是 颠起来了这种感觉 所以像我们这张图 你截图截到这个位置 就OK啊 然后我们 卯足了所有的劲儿啊 把这个衣服的款式 再画得更加的舒服一些 再把这个 小企鹅的形象 画得好看一些啊 帽子也画得好看一些 这个画面就已经很好了 你画这么多干嘛嘞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这个颜色啊 颜色一定要提上来 嗯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同学 就是 呃 完美踩到了所有 我 我规定不能踩的坑 对吧 就是 整个的人物 这个形也不太对啊 然后 呃 这个 平图 没画阴影 然后颜色呢 这个比较的 就像中毒了一样 然后呢 这个脸画了线条 其他地方没画线条 然后投影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 我们肯定是在 就你画完了以后啊 我还是那句话 呃 只要是 咱画完了以后 你跟其他的这个形象一比 你觉得你自己的根本打不过他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变现就很难 对吧 我们 就算是你看啊 就是 咱们明眼人是不是都能看得出来 这个人物画的其实并 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商业作品里面 并不好看 大家都能都能感觉得到吧 这谁一直在发 发内容 就这个画面 跟其他的人物形象比起来 并不好看啊 但是如果说你光照着这个画面 老师我画的已经比他好看了 其实没有用的啊 我们要看更多的人物啊 我们有没有比他还要好看 那其他的人 那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的形象 难道我们就是 临摹不出来吗 我先不找他 我来找一个画的再好一点的 就是你难道分析不出来 人家是怎么画的吗 就用他吧 这个形象还是蛮正常的 作业交群里了 还没有提到交的系统里 你能看看吗 这个我们 我们先总体说一说啊 然后呢 呃 这个作业一定要挑提交到系统里面 这样我们助教老师才能帮你看啊 来问一下大家 这个画面当中 我们用用的啊 就比如说这个头发 我们怎么画出来 呃 就是当我们用了一个笔刷 先给他单色平涂了以后 我们用的是哪一个笔刷 然后怎么去画出来的 咱们来一起抢答一下 先画什么颜色 啊 我们分成这个 我我我我说 我说的明显一点啊 这是第一个颜色 黄色 然后这边呢 是第二个颜色 这边呢 是第三个颜色 啊 然后我们先怎么画 再怎么画 大家自己试着分析一下嘛 怎么来看 这一都是应该最后画的吧 二和三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无所谓啊 其实呃 我们如果说是先把这个一画好了 你再画二的时候 要考虑到这个一的边界 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二和三呢 啊 你你先图二 再图三 或者先图三 再图二 都是OK的 但是把二图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选这个呃 这个浅色 顺着这个边边啊 去加一个光边啊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啊 实在是不行啊 你先画了一 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整个这个头发 这一块形状 咱们是不是通过看它的图 就能就能画的出来啊 咱们能分析的出来 然后画面当中这个 这个形状 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形状 它是怎么画出来的 这边这个形状 它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平图加阴影 最后加高光 对吧 那我们这个画面啊 整个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了这个画面之后 咱们看到它就能模 能画出来的啊 就是咱比如说 我也我也不用说是这个 呃呃 我们把它的这个线条啊 我们先先给它 透明度降低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草图呢 新建一层 把这个草图画出来 画完之后 我能啊 用用自己的这个上色法 然后哪怕是吸取了它的颜色 我能把整体的效果啊 在旁边画一个 跟它能画的九成像的 咱们打个一 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 应该到底应该怎么画的 我们我们说一说你的问题 学到第六周了啊 咱们看到任何的物体 都应该会画 哪怕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些基里颗粒的质感 啊 你哪怕找不到 跟它一模一样的颗粒的感觉 其实用我们的这个颗粒噪点 就已经完全能够达到了啊 哪怕找不到一模一样的 我们找一个差不多的 咱们也能模仿 模仿个九分像啊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达到的一个程度啊 也就是说未来 咱们已经学到第六周了 画工啊 就是画面表达 应该不能再出任何的问题了啊 就是我们未来呢 咱们 你看这些商业插画里面啊 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不知道这个地面是怎么处理的啊 咱们就要问一问 咱们的助教老师了啊 就是这个地方是怎么处理的 那个地方是怎么处理的 文字先不用管啊 我们就只看这个画面的表达 因为文字的话我们还没有讲啊 文字后面讲完了再说 画面当中哪一个地方不会处理啊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要分几层啊 然后每一层怎么做呀 就是这些问题 我们一定一定都要看得清清楚楚 仔仔细细啊 然后我们有了这样的 这样的能力之后 咱们才能去把别人的这个颜色啊 起码你看到这样的画面当中啊 画面之后 它的颜色我们能参考过来 它的处理方式我们也能参考过来 也就是我之前说的 我在视频里教给大家的这个处理方式 并不是唯一的 但凡你觉得这个处理方式比我教的还要好的话 而且你自己又能做得到的话 我们就要用过来啊 这个是大家要理解的啊 我们一定一定 一定不能闭门造车闷头画啊 有的同学闷头画 连我上的课都不听 那你你这个画的钱不就白学了吗 对不对 我们我我给大家提供的思路是 目前啊最简单的 最适合零基础新手的画法 但不是唯一啊 咱们一定要理解 嗯然后接下来啊 我们啊画式绘画就是处理的比较慢 细节比较慢 新手都比较慢 对的 就是大家如果说画的慢的话 自己去自己去自查一下 到底是软件的问题 还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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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啊 就忘了忘了怎么去画啊 如果说是你忘了 比如说就是我们还是以这个啊 就这这片草地 其实说白了 就是把这片草地 先给它单色平图 对吧 我们我们再模仿一下啊 我们我我们模仿完了以后 你就知道每一个色块 咱们大概用到多长时间啊 就是我们比如说 我就不直接按照 它的这个形状去画了啊 我就直接自己画一个颜色 我们先用这个颜色 去给它平图 然后呢我们这个 如果说你的这个边界 你能处理好的话 你用这个普通笔刷也是OK的 处理不好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粗糙激励笔刷啊 这个激励笔刷呢 可以极大的提高 我们的这个容错率 对不对 然后呢处理好之后 我们再干嘛 看一看它是怎么去处理的 这里加了一个很明显的暗部 那我们就新建一层 把这个暗部呢 先给它剪切一下蒙板啊 剪切蒙板 然后呢把这个暗部呢 给它画出来 顺着它 把这个暗部呢给画出来 画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结构上面 这样画完了之后呢 一定要给它吐死啊 不吐死的话 整个的这个看上去 就会很粗糙 然后这里又画了很多的 这个线条之类的东西 我们就再新建一层 再给它剪切蒙板 对吧 然后呢再吸取一下这个颜色 给它画出一些这种 简简单单的一些小线条 小砸线之类的 我们就这样处理啊 这样你在画草地的时候 是不是 我我教了一种草地的画法 你现在这样处理完了以后 你又学会了一种草地的画法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再新建一层 哎 我们再新建一层 然后呢 吸取一下这个颜色 哎 我们把这个 这些小线条呢 都给它画上 是不是 就能画得出来了吧 然后底下这一部分 哦 刚刚的这个 这个浅色的这个颜色 画的还不是说特别密啊 我们再画的 再稍微密一点点 这其实就是一些乱线 然后随机画就可以了 也不用说画的 非要跟原图一模一样 才是正常的 对不对 然后整个的这个感觉 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它用了很多的这个 颗粒噪点 啊 那我们也用一些颗粒噪点 去把它给这个平图起来 啊 颗粒噪点 我们放大一点点 哎 去把它 这个颗粒的这种感觉呢 给它画出来 最后呢 我们在这个 白色的这个部分 再加上一个高光 顺着去画就OK了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能画个九分项 啊 就这片草地 然后无论你看到什么画面 全部都是上色细画三步走 上色细画三步走 一定一定要 仔仔细细的记在心里啊 这个三步走 第一步 单色画形 第二步 加入明暗 第三步 刻画细节啊 每一个画面 都是这样做的 然后呢 我们分清楚之后 这个草地也就是 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能画得出来 对不对 需要你们 需要你们 花时间做的是什么呀 就是那个 超级记件法啊 未来的这个作业 下一周呢 会交给大家这个原创 原创 当我们脑海中 呃原创呢 是除了超级记件法之外呢 啊 除了我们这前六周 学的内容之外 我们还要再加创意 当我们脑海中 有了这个 创意思路之后啊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根据这个创意思路 比如说我们就是 还以那个蜗牛小房子啊 我的脑海中的 这个创意是这样子的 蜗牛 然后它的这个背上的 这个壳 我们给它变成了一个 小房子 这样一个创意 但是我自己心里的创意 我画出来了以后 它只是这个样子的 很丑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再用我们的超级记件法 我们去找这个 从全网找出十个好看的蜗牛 然后再找出十个好看的房子 然后再把它们拼到一起去 啊 然后呢 接下来再用我们的这个 把这个草图完善到好看的程度之后呢 咱们再去画出这个 呃呃 这个这个液化啊 液化到OK的程度之后 我们再用这样的方式 哎 就是你看一看其他的这个 我们这种扁平风格的这种 这种画面当中 或者是一些 你能看到的一些画面当中 人家的这个蜗牛的身体 人家是怎么处理的 人家的颜色是选的什么颜色 阴影又画在了哪里 啊 我们这样每一个地方 它的身体 我们这样去处理一部分 然后这个触角处理一部分 这个房子顶上啊 顶部人家是怎么处理的 然后这个门窗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每一个地方都要这样去分析一下 我们应该花时间在的内容呢 就是分析啊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靠自己的能力 去把整个的一张画面给画好 啊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分析能力是最主要的 是最费时间的啊 大家要花更多的时间 在这个分析上面 而不是说啊 我这个地方处理不好 然后我就一直在这磨磨磨 然后呢 这个磨来磨去也处理不好 直接咱们探用其他人的处理方式 然后人家怎么画 我们就怎么画 就OK了啊 草地你照着人家的画 哎 房子我们也可以照着人家的画 当然房子呢 我们不能全部都照着一个画啊 一会儿我再 再说一遍这个超级借鉴法 因为我们同学 在超级借鉴法上面 又又又又又出问题了啊 我们刚刚讲了一下配色的问题 来我们超级借鉴法的问题 是这个同学 眼熟吗 这个图 是不贼眼熟 这就是我们PPT里面的一个案例啊 就是它 我们把这两张图放在一起 就是你 你想一想 你们的论文是怎么判冲的 就是看你的论文 跟这个 跟这个原作者的论文 像重叠度有多高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 我们的这个原图 这个人物形象 跟原图的重叠度有多高呢 这个只要是 人家 但凡是有心去告你超习的 一告一个准啊 就是我们一定要 要想清楚 你要是借鉴了 某个人的 人物的动态 因为人物动态是目前 我们新手最难掌握的 所以说人物动态 是必须要借鉴的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说 你借鉴了他的动态之后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 借鉴了一个人物的动态 借鉴成了这个样子 那我们的这个表情 注意啊 表情 发型 这个衣服 然后一定一定都要换 现在只是换了一个衣服 表情跟原来几乎一样 发型也跟原来几乎一样 所以说你整个的这个 这个人物的头 就是相当于复制粘贴的 啊 就是虽然说 都是我们真的自己 仔仔细细 一笔一笔去画出来的 但是这个也 也有很大的风险 啊 我们 我们 一定不要让自己去担风险 要不然你钱没赚着 赔 赔了个底儿掉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 整个的人物的脸部啊 也一定一定要给他 换一个表情 啊 那个 这不是还有一个人物吗 你把这个人物的表情换到他身上 不就可以了吗 啊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同学的作业啊 眼熟不眼熟 就人家不一定去告你 但是呢 我们也要防止这个事情发生啊 眼熟不眼熟 就是 这个 我觉得 这个画面比刚刚的那个同学还要好很多啊 就是 呃 虽然说动作和表情一样 但是起码头发给换了 对不对 这个衣服的这个袖口呢 我觉得也可以再去换一换啊 咱们最多最多就能超他个动作啊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人物的表情 难道不能换成他这样吗 为什么我们拍照的时候就一定 一定要这个样子呢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眼睛睁大一点啊 然后呢 眼睛睁大一点 然后 这个 做一个很开心的这种 这种 这种开心的这个嘴巴 不也行吗 啊 这个眼睛 哎 我们给他一瞇啊 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的这种感觉 这样自拍不也是很OK的吗 啊 所以说啊 我们的这个画面当中啊 咱们能替换的东西 一定一定要尽量多替换 这个是我说的 说的N多遍的啊 如果说我们不替换的话 咱们就跟原图 太像了 跟原图太像的话 一定会出现这个 这个版权的问题啊 然后这个部分 阴影选色法又还给我了 你看你们 就大部分人都会把这个 阴影选色法给忘记啊 直接用一个灰不溜秋的颜色 会显灰的啊 这里你这个颜色就很好 你实在不 记不住的话 我们吸一吸这里的颜色 去给它画出来 也是很 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我们 这个 在 一定一定 把我说的话放在心里啊 接下来呢 我再看一看 有几个同学的这个造型是 可以的 精度呢 还需要再提高啊 就比如说这个画面 造型OK 但是整个人物占比太小了 咱整个人物起码要占到 整个画面的主体位置 才更好啊 然后造型是可以的 但是画面精度有点太粗糙了 啊 就是 呃 我是不是在课程里面说了 我们的这个画面当中 人物的嘴巴 不要给他描黑线 现在大家自己自查一下 有多少人的嘴巴 是这样画的 就是描了一个黑线 或者红线 然后里面去填了一些 这个红色啊 然后加一个大黑边 就是我们的这个 没有线条的这个画面当中 咱们是不能画线的啊 要不然你这个线是干嘛呢 这个线是 是你你就 这个线就表示你这里 涂了一个黑色的嘴唇啊 对不对 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他人的作品 其他人的画面当中 人家的嘴都没有去画 这个大黑边 啊 该白色就白色 该红色就红色 啊 画个大黑边就会让人觉得 真的很奇怪 啊 实在是不想画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里面的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直接给他画一条线 就是我给大家说的内容 他不是 他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 就是我画 我的课程当中的这些 提到的这些问题啊 就是人家 就已经做到了 别人都已经关注到的一些点 咱们一定也要关注得到啊 就是我 我如果说没用的话 我为什么要占用时间 去去这个 给你们去出这个 出这个视频呢 对不对 啊 我们的视频 在这个 呃 时常这么少的情况下 有的同学都说这个掌握不了 对不对 就是咱们一定一定啊 就是我们的视频都是浓缩的 这个确实是这样子 啊 就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 给大家传输更多的内容 但是我们这个内容 你听完了以后 一定要记下来 然后在画作业的时候去实践 啊 这样我们才能进行这个提升 而不是说咱们就是 听完了跟没听一样啊 然后听完了这周的 把上一周的给忘了啊 就是呃 提 为什么我们这个课程 是这样安排 就是我们的这个 前面的内容 是在后面不断的去运用的啊 就是我们后面的内容 只是在前面的 这个基础上面的 一个增加 而不是说我们学完了以后啊 后面的内容是最主要的 前面的内容全部都啊 丢到垃圾桶里面 并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我们 呃 为什么说第一周 交给大家观察力 啊 观察力就是 你自己去看 你的这个形形式啊 你的你的画面当中的 一些表达 比如说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这个人物 你自己可能看不出来 这个间是很宽的啊 然后呢 咱们看了更多的这个人物的作品之后啊 特别是小孩的作品之后啊 你就通过你自己第一周提升的观察力 你会发现人家小孩肩都差不多这么宽 肚子这么大 然后腿呢 反而这个啊 有的人腿是很细的啊 对吧 我们加了一个大裙子之后啊 有的人腿就这么细啊 然后呢 呃 这个胳膊啊 什么的 他们都是一个呈现一个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一个动态的啊 就是呃 这个是我们能够从其他的人的作品当中看到的一个形象 而不是说我们人物头这么大 肩膀这么宽啊 然后呢 底下的这个腿这么细啊 这就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对吧 男人才能这样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孩 她是长不成这个样子的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观察力 去观察人家的整体的造型是什么啊 就是我们自己在萌新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 我在萌新的时候 我自己画的人物身体体型不好看 我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啊 所以说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提升观察力 去多看别人的图 我是到了后面我才发现 诶 我为什么画的人物的肩一直都是这么宽 脖子一直都是这么粗啊 显得这个人物啊 就是上身贼魁梧 下身贼贼短一样 就是我们在在按照我们这一次啊 这一周给大家提供的一些这个这个参考 这一周我所给大家讲的一些人物身体比例上面的那几点啊 其实我在课程里面也说了 都感觉像说废话一样 但是就有的同学他不去思考啊 你看如果说我们这个人物啊 他的整个的这个身体是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肩膀从这里开始 然后整个手臂是这么长 然后关节处差不多呢是在这个位置吧 然后我们肚脐眼是在这个位置啊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手啊 要画到这个位置对不对 手画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我们的手放到这里之后 他要贴到这个大腿的位置 那我们大腿的这个膝盖就应该画到这里啊 然后如果说膝盖画到这里 这个小腿就只有十公分对不对 我们大腿应该画到这儿 然后小腿呢 小腿跟大腿差不多长 小腿至少要画到这里 我们这个人物才是正常的一个比例啊 对不对啊 而且呢现在的这个人物的比例 就是我们看这个这个黑色的线啊 这个人物呢正常来讲的话 应该是一个男人的比例 对不对 男人他才会肩这么宽 女生呢我们要给他尽量的把这个肩呢 给他往里收啊 脖子呢也尽量的啊 做的稍微细一点点啊 然后呢特别是现在是有一个小孩的形象 那我们是不是就更应该去给他加入进来了啊 所以就是我们要结合上 我怕你们自己观察不出来 我都已经把这个规律总结给大家了 大家就按照每一次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画面当中啊 就是看到的一些 你自己就是把这个手给他捋直了啊 这个手在这儿啊 这个手到这儿 捋直了以后 你看他是不是在大腿的中间啊 然后两个腿是不是一样长 两个胳膊是不是一样粗 就这种东西一定不一定不能再犯了 到现在还有人还在犯啊 画了两个胳膊不一样粗的情况 两条腿不一样粗的情况 啊 这都是我们不会画画的人也能看出来的问题 你说你一个专业的人 你怎么能犯这种问题呢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第一周观察力要学的内容 然后第二周呢 就是啊 观察力观察好了之后 我们再去啊 原创啊 第三周是教给大家 在怎么怎么 什么样的光源下 我们的阴影表现成什么样的形式啊 然后怎么去选色啊 第四周是教给大家怎么去上色更加快速和高效 我们这个上色的这个方法 就是大家都都给用用上 都给用上的话 单色平图 然后用选区加这个扩展 然后呢 要不然就是这个 呃 直接直接用油气筒去倒啊 然后呢 再去呃 做这个剪切猛板去锁定 其实你所有的功能都用上来的话 我们是比这个纸上绘画要快好多倍的 你说它快十倍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我们学会了这个思路之后 我们的话只能提速而不会降速啊 就是如果说是你的这个觉得慢的话 肯定是思路出了问题啊 然后接下来呢 我再说一说 你看这个画面 就是呃 想法是OK的 但是人物的造型啊 包括在你坐在这个 坐在一个东西上面 我们的裙子会产生什么的 什么样子啊 咱们一定一定要再去找参考 而不是说自己想着话啊 人物的这个画面精度啊 造型啊 然后这个你看这个裙子 加了一些黑白件啊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但就是欠就欠在这个 整体的这个人物的形态上面去了 啊 我们要找更多的参考 还有这个背景的颜色啊 就是呃 咱们画面当中通常的表达都是 背景稍微的 饱和度低一点 然后主体物饱和度新鲜一点 现在正好相反啊 虽然说也能达到一个衬托的作用 但是会显得很难受啊 很难受 咱们呢 就是还是听我的啊 咱们每呃 抽一段时间 就是把看一看啊 就是每天呃 是不是大家都每天都在看这一组图 呃 里面有八百张 然后这这些里面肯定是有画的好看的 有画的不好看的 然后呢 咱们就自己去在电脑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你把你觉得好看的画面呢 给它存下来 而然后如果说有的画面 你觉得它也不是很好看啊 就像这个画的也不是很好看 但是这个呃 颜色特别有活力的啊 我们可以用的 咱们这个也可以单独的再存一个颜色的文件夹啊 然后呢 存一个造型的文件夹 存一个颜色的文件夹 咱们这样去把一些优秀的作品 把我们就是从这个里面筛选出来的优秀的作品 咱们每天都自己去看一看 可能有的同学觉得啊 我这里面八百张 然后呢 这个看不完啊 这种感觉 那你自己去先筛一个 筛一些这个优质的出来 这种行吧 对吧 就像这个画面 不管是人物的造型 还是这个颜色的搭配都很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过 用到我们自己的画面当中 人家礼物的颜色用的是什么颜色 你的礼物用的是什么颜色 对不对 咱们这个要想 人家的这个植物用的是什么颜色 你的植物又用了什么颜色 我们一定要多通过其他的人去做对比啊 要不然的话 我们后面的这个 特别是加入了创意之后的这个作业啊 就是会这个越来越来越难啊 确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课程 并不是说交给大家某个东西怎么画 咱只局限在某个东西上不够用啊 未来你不知道 你永远不知道 你下一个客户会让你画什么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画万物的方式 把这个万物给学明白了之后 我们后面再加入这个原创 对不对 加入了原创之后 你的你的作品就不再是抄来的了 而是加入了更多你自己的想法 然后呢去堆堆堆积在一起的一个一个作品 那我们后面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啊 就是如果前面的这个内容不掌握清楚的话 后面的肯定也不会太太好啊 所以说咱们同学们现在一定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观察力 多去找参考 然后这一次作业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么多啊 然后大家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这个当前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一个一个同学来提问啊 大部分同学都是像这样 哎呀看精度看上去还是OK的 但是呢 就是人物的造型就看上去很无聊 对吧 就是咱们现在可以看一看啊 就是我们在找参考的时候尽量找一些我们当下的比较流行的啊 一些造型啊就是哪怕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看上去啊生动活泼的 而不是说啊就是很很朴素啊 穿的也很朴素 打扮的也很朴素 没有任何的这个配饰啊造造型啊啊 啊然后头发也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就是不怎么捣翅的一个女人一样 但是现在给我的感觉是她正在捣翅啊对不对 她正在正正在这个呃 想让自己变得更美好啊啊 然后我们这个画面当中的颜色 你看这个呃这个 这个这个植物所用的颜色 其实你再去多看一看参考的话 很少有人用这样的颜色堆在一起的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一定要再去呃通过我们的参考 通过我们的造型给画出来 再就是这个镜子啊 镜子里面的人物的画法呢 确实是很难啊 我不建议新手先去这样做尝试 咱们新手能做到的就是呃像我们之前的那个 就是你直接画在镜子里面就OK了啊 因为镜子就是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呃你以为是对称的 但是我们看出来并不是对称的 我说一说镜子的画法吧 大家能理解就理解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面镜子 然后呢在镜子面前 占了一个这样的人物 然后镜子里面那个人物 他的他的这个透视是什么呢 啊他不仅要 把他的这个这个人物画成背面 这个人物画成正面 而且呢他要符合整体的 就是你的整个空间感的透视啊 你相当于这里没有镜子 而这里呢就是占了两个人物而已啊 就是真人 这个镜子只是一个摆设 咱们在画的时候就要这样想啊 就是这里占的是一个真人啊 这里占了另外一个真人 只不过这两个人物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呢他们他们是对脸这么占啊 就是咱们要这样去想去画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 把他的这个人物的整个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透视呢 全部都是按照整个的场景的透视 去画出来 所以说很难啊 对不对 你正面又要想一个 侧面又要想一个 然后在当前的这个角度下 这个人物他倒不是纯背面 对不对 这个人物是一个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人物 当做一个盒子的话 他不是一个纯侧面的盒子 他是一个这种半侧面的盒子 你又要画到这个 这个人物的脸颊的这一部分 然后呢 这面这个人物啊 也是要画一个同种 同种形态的一个 在同样的场景下 我们这个这个透视的话 这个盒子应该画在这个位置了 对不对 画在这个位置了 这个是不是又要考虑透视 又要考虑这个人物正面反面 又要考虑角度 你这什么都搞不清楚的话 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自己 找一个手机支架 拍一个这样的 在你自己在镜子前面 你去把它描下来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要想很多 想很多 光透视 咱们就要画练习上这个半年 有的同学半年都学不明白 有的同学这个 立体空间比较好的话 可能两三个月 反正就是很麻烦 然后人体结构 你又要多练半年 就是这个画 你想画好的话 是不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呀 然后呢 我们如果说不找参考的话 一定一定不要去碰镜子 就是有的时候 你看到的一些网上的图片 你找到了这个参考 就比如说这个 《王者荣耀》里面那个镜 里面有一个人物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个海报里面 那个人物 他画的那个镜 其实都有一点点问题 就是一些很成熟的画师 他们自己完全不找参考 去照着画的话 他们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更何况我们呢 然后呢 我们一定一定把这个东西 给想清楚 任何我们当下 我们自己hold不住的东西 我们一定都不要去做 而且就是有一些东西 你们可以自己去想一想 就你们在做的时候 你一直觉得很奇怪 一直觉得很别扭 这个东西就是你现在hold不住的 而不是说 我说完了 你才发现这个东西很难 我不说的时候 你发现不了这个东西很难 就是大部分人 他都不画镜子 是为啥呀 就是因为难画呗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没有时间学完 作业也没有完成 能不能接着学完拿到毕业证 我们的课程再说一下 我们课程一共是三个月 然后考虑到有同学 可能就是没有时间的话 我们在三个月结课的时候呢 会再往后延长半个月 给大家补课和补作业的时间 如果这半个月之内啊 咱们能补完的话 我们就会把这个结业证书啊 什么都统计出名单来发给你啊 就是咱们达到这个提交上八个作业啊 还有还是这个几个作业 我看一下学习手册啊 对 录播加直播完成率大于80% 然后按照要求完成八次以上 至少完成一幅成熟作品 就可以发这个结业证书 以及我出版过的两本书啊 就是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都订得太低了啊 就是保证大家都有 所以就订得这么低 然后要我订的话 我就按照要求完成作业12次 然后呢 这个直播率百分之百 才能发这个结业证书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是最低标准啊 一定要达到这个最低标准 我们才能发到这个结业证书 对 举一反三啊 然后 参考不会找 感觉找不到好看的 或者自己想要的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了啊 就是 咱们找参考的时候呢 你要多去想这个关键词 就比如说圣诞 圣诞 你要说什么 圣诞插话 对 然后我建议大家 呃 第一个选项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不是给了大家 很多个参考网站吗 第一选择一定是百度图片 和这个 呃 视觉中国啊 因为这个百度图片 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 你搜完了一张图 它会给你推荐 更多的这个图片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 甚至淘宝里面的图片 它都会 会提供出来 然后呢 圣诞人物 看 是不是搜出来的就不一样 然后 圣诞元素 是不是搜出来又不一样 然后呢 这个 圣诞场景 是不是搜出来又不一样 然后我们再去画 圣诞装 你看 我们这个人的衣服 是不是又又又有了 圣诞装可以把我们的 这个人物的衣服 给给这个 呃 提升另外一个档次 对不对 啊 然后我们 所有东西 你能想到的啊 包括圣诞发型 你能想到的全部都 缩一缩呀 哪怕它是一个真人的发型 那我们的画面当中 难道不能给他头上加个毛 然后上面加两片雪花吗 啊 难道我们的人物不能给他 加上这两个角吗 对不对 啊 就是这真人都在用的 然后呢 我们打开以后 可以看到淘宝里面 有一些这个 这个 圣诞的东西啊 然后淘宝也是一个 永远被低估的一个 参考网站 我们在淘宝里面搜 圣诞装 就有很多好看的样式 呃 这种就先算了啊 然后我们 呃 比如说这个 这个头饰啊 这个 这个眼 脸饰啊 这种东西 我们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加进来 但是我 不建议画的这么裸露啊 就是 你画的越露 你暴露的问题越多 我们现在最 最容易画的 就那种看上去 松松垮垮的衣服啊 没有腰 没有胸的啊 都是平胸的这种感觉 是最好的 然后呢 我们啊 可以加上这个红绑带 啊 加上一些小兔子 这就是现在流行的 一些款式啊 人不流行 人淘宝干嘛卖呢 对不对 啊 然后呢 就是我们可以 圣诞 装饰 啊 这都是圣诞装饰 然后 圣诞树啊 然后你看 包括这些 我们难道不能加到 自己的画面当中吗 就是我在找这个之前 我都不知道 有的圣诞装饰 还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完全可以加入进来 这个放在画面当中 也是很好看的 你看人家的这个淘宝 人家为了卖货 人家肯定会把自己的这个产品 拍得很好看啊 就淘宝是一个 永远被低估的一个网站 咱们都可以加入进去 哪怕是这种微型的 微型的也很好看 是不是 这个上面大蝴蝶结 我们难道不能做参考吗 啊 上面一个大星星 上面一个大麋鹿 就这种东西啊 咱们都可以放到我们的画面当中来 找到真人涂色又成了难题 哎 对 这个是 这个是大家一个思路上面的问题啊 我们的超级借鉴法 借鉴的是什么 借鉴的是草图 然后呢 我们在做超级借鉴法的时候 第一步找的永远是啊 比如说你画一个人物 永远是他的形 也就是说他的动作 不是他长什么样子 他整体感觉是什么 一定是他的动作 哪怕说啊 我画了一个圣诞 我们找的是圣诞人物啊 然后我找一个 插画人物 我要 接下来我要画一个圣诞的人物 哪怕我找的是这个人物的动作 他跟圣诞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物动作很很OK 然后我来替换的话啊 很很很合适 我们也可以用过来 这就是一个很很好的啊 你看这个人物的这个造型也很好看啊 然后呢 他的这个动动态也很像是我们圣 我们圣诞也可以戴一个帽子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借鉴的永远只是他的一个造型啊 然后我再我再演示一遍啊 我再再次的演示一遍 大家一定要理解 理解这个含义啊 就是我们呃可以画一下啊 这是他的人物的脸 这是五官 五官我们不要照着画啊 然后这是五官鼻子的位置 这是五官嘴巴的位置啊 这是五官眼睛的位置 然后这是他的帽子啊 然后帽子有的同学不太会画 我们可以直接描下来啊 就是在这个此帽子的基础上 我们给他进行变形 然后这边是他的手 手你不会画描下来 但是我们最多的也就是只描一个帽子和手了 这个帽子只是描了一个基础的形啊 因为我们不会画嘛 不会画基础的形嘛 我们自己改的话改的非常的麻烦啊 或者是改来改去会出问题的话 我们就给他描下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超级记链法也是越用越熟的啊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去找到这个人物的耳朵在哪 但是如果说你实在找不到的话 因为这个人物没有对吧 那我们就直接画一下他的头发 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也去画头发 我们看不到他的耳朵 但是头发呢 我们暂时用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代替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衣服 你正常来说的话 我们应该抛开这个衣服 直接找到他的肩膀在哪里 但是如果说你实在找不到的话 我们这个衣服呢 我们也是直接给他画过来啊 就是这是领子 然后这个弯弯曲曲的完全不用要 咱们就一条直线概括过来就可以了啊 这个这个全部都是咱们直接用直线啊 一定要顺着他的这个线去画啊 然后呢 这边也是画成直线 这边也是画成直线 画成直线 画成直线 画成直线啊 然后这边是这个衣服 接下来呢 把它关掉啊 这就是我们找到的一个人物的形象 你没看错 我们提取出来的 第一步啊 就是找到形 然后呢 提取人体 就提出提出来这么一个玩意儿 就OK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完全替换 替换什么 这个表情一定要换的呀 表情我们可以换 换成其他的样子啊 他画成这样的表情 我们换成别的 哪怕我们当前呢 画不出那么可爱的眼睛 那我们也可以啊 你画的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眼睛啊 画一个圆形 OK吧 圆形总会画吧 痘痘眼总会画吧 哎 我们再用那种啊 俏皮一点的感觉啊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 把它的这个嘴巴啊 鼻子在网上提一提 我们刚刚 我们课程里面说了啊 嘴巴和眼睛的位置呢 可以离得近一点点 哎 咱们给他画一个这样的开开心心的一个嘴巴 然后刚刚这个脸型是不是处理的看上去 不是很舒服 那我们可以稍微的去擦一擦 到这里你都是 不用去管你的线条好不好看啊 也不用去管颜色 第一步一定是造型 这个造型 就是包括你这个整个的人物的形状啊 他穿什么样的衣服 长什么样子 做什么表情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东西 这个基础不好看 你颜色上的天花乱坠 它也是不好看的啊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换发型 这个发型 我们再去找N多个参考 发型的参考怎么找 直接找这个 人物发型啊 插画发型 就任何你能想象出来的 一些这个 你能找到的这个参考的这个样式啊 都可以 甚至说怎么样 我们就直接看这些 这些画面当中 人家有没有好看的发型 刚刚那个人物是一个扎辫子的 我们就给他画成一个 这个整个的一个大 叫什么 大什么玩意儿 就是一个 反正是很多的一个头发啊 然后呢 我们就这样去画 我都已经语无伦次了啊 然后这边 上面它有一 一琢呆毛 我们不给他画 我们就给他画成这个样子的 我们整个的头发 全部都是 整个一大片 一大片 大披肩 大扫把 你看你们 多会描述 然后 整个的头发 咱们给他画大一点点 画这么老大 可不可以 这个不就是你自己的一个 一个造型吗 对不对 然后加上腮红 稍微改的歪歪扭扭的 没有关系啊 你就哎老师 这个眼睛看上去 贼别扭啊 然后我们其实后面 可以再去给他 进行这个液化呀 各种各样的修改啊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改一改 这个圣诞帽子 圣诞帽子可以看一看 这种的肯定不是圣诞帽啊 我们再去搜 圣诞帽 你看 是不是好看的就出来了 你看 好看的是不是出来了 这种东西啊 你看上去很廉价 但是画到我们的画面当中 它就不会那么廉价 那我们就直接 照搬一个过来啊 就是 咱这里不会画的话 咱们就一定要去找一个 找一个东西照着去画啊 我这里呢 是直接用它的去改的 我们比如说就画这个吧 咱们刚刚是不是 把这个人物帽子的形 给找 就是给 大概画出来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刚刚那个人物的帽子 是比较尖的 我们这个圣诞帽子 是比那个人物的帽子 要稍微的宽一点点的 所以我又在刚刚那个帽子 基础上 给它多加宽了一点点 然后这里呢 它又啊 我们刚刚加宽的这一点 我们只画到了这个位置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往上 再往上加一个小尖尖 对不对 加一个小尖尖 然后往下走 加上这个圈圈 然后如果你觉得太像了 我们把这个圈 加到这边来 也是OK的 对不对 就是 它这里是一个什么形状 我们这里就画一个什么形状 就OK了 就咱也不用去想的那么复杂 然后呢 我们画一个简简简简单单的 一个圣诞的样子 然后这个 这个位置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 简单的处理一下 处理的两边都一样宽 这种感觉 然后上面呢 画一个圣诞老人的这种形象 这个形象 你们就自己照着画就行了 就是你实在不行 照着描 也是OK的 实在不行就照着描 然后呢 我们底下呢 加上一些这个小花朵 这个圣诞帽子就画完了 然后再加上圣诞的衣服 圣诞的衣服呢 我们就这个 我就 我还演示嘛 圣诞衣服 再演示一个 找一个 这种大屁肩 大屁肩是不是好看 类似于这样的吧 我们这个人物穿的很厚 对吧 那我们这个大屁肩 应该怎么改呢 就是顺着它 如果说是你做不到 这个 改出它的这个 人物的手臂的 这个线条的话 那我们就还用它 就是这大屁肩 我们就放弃呗 我们就换一个 大敞篷的一个衣服 然后里面呢 圆图的这个衣服 给我的感觉是 画了一个 对吧 这样的一个 开环的一个衣服 那我们这里 就都给它整上毛 这里整一个大毛 自己按照 圆图的形式 给它换款式 这全是毛 这融入了你更多的想法 并不是说啥都是 呆呆板板的 照着人家画 那我们这个形状 实在改不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灵活一点 就是你 一定要灵活一点 就是咱们顺着 它的这个形状 还能不能改出 好看的衣服 这个没有学过 服装设计也没有关系 就是按照它的 把它的领子 变成一个毛边呗 因为所有的圣诞衣服 它们都会有一个 白色的毛边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里我们这个领子 它原图是一个平的 领子是不是 还有这个尖的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这个领子改成尖的 这个是你稍微 找一找参考 就能找到的 然后这里呢 我们给它加上 这个球球 它画了四个 我们画两个呗 对吧 这是蝴蝶结 给它画上 球球画上了 然后再看一看 其他的这个 圣诞的一些衣服啊 这个圣诞老人 他的这个边边上面啊 袖子 袖口上面 是不是 这种大衣服 哎 大衣服啊 袖口上面 也会有一些 这个白色的东西 那我们也加上呀 就是你看到 咱们这个观察力 是不是现在体现出来了 然后还有 包括我们第五周学的分析法 是不是也体现出来了 对吧 我们只是 只不过就是 在此基础上 多加一点装饰就OK了 啊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里面的这个衣服啊 可以 你可以给它加上一个 呃 白色的这种 腰带啊 白色的腰带 或者黑色的腰带 都是OK的 那如果说你觉得 特别宽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它 往里改瘦一点 啊 瘦瘦身 稍微改瘦一点点啊 别别改得太过 改得太过的话 咱们可能会出问题 然后 这里呢 再加上一些这种 小装饰啊 任何你们想加的装饰 咱们都可以加上 然后我们这个形状 做好了之后 我们找的 都是真人照片啊 难道我们这个衣服 就要选这个真人照片吗 No 并不是的 我们所有的颜色 一定不要照着 真实照片去画啊 颜色 不能照着 真实照片去画 只有衣服的款式 还有帽子的款式 我们才能去照着 真正的衣服去画啊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 找圣诞插画 然后咱们就看了 人家的这个衣服用的是什么颜色 哪一个更好看啊 这个时候就要动用你们所有的这个精力都放在颜色上面 然后这个是不是 这个衣服也挺好看的呀 啊 然后我们先存 啊 就是不一定 我不一定要选它 那我们就先存下来 我再看一下啊 看一看有没有更舒适的一些圣诞的衣服的这个颜色 这个衣服颜色很舒适呀 对不对 就是不落俗套 什么是落俗套呢 就那种大红大绿的 就是你发现 这个如果是萌新他们也能画出来的颜色 我们就不要用了 反而是这种看上去 不是很正红正绿的那种颜色 萌新不太容易用的 咱们就可以去用一用 你看这个颜色 是不是可以 就是不是正红正绿的 我们在这个第四周的时候 明显的说过啊 咱不要用正红正绿 正红正绿的这些颜色 很容易被人误判成你是萌新啊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只看颜色啊 不用管这个人物长成什么样子 就只看颜色 这颜色是不是也挺好看 好的 我们来进行一下处理了啊 刚刚这个颜色 我们选它的颜色吧 在它的颜色里面我们吸取哪一个 不是吸取最亮的这个 也不是吸取最暗的这个 我们吸一下中间啊 中间这个颜色 或者是靠这边一点点这个颜色 就OK了 吸取完了以后呢 我们来做颜色小稿 注意啊 一定要做颜色小稿 然后我们做颜色小稿的时候 不需要画的太仔细啊 咱就直接把这个颜色给它 堆过来就OK了 不用画的太仔细 就看这几个颜色 放在一起搭不搭 有很多人就是 直接开始画 直接开始画 虽然说我们这个颜色小稿 确实是会浪费你五分钟的时间 但这五分钟的时间 绝对值得呀 你不画的话 它怎么 我在画这个人物的时候 我有 我有用白色 那我们就直接给它改成正片叠底啊 把这个颜色画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头发用什么色 头发咱们也用这个色 这里是又因为啥呢 哦 我画到了不同的图层上面去 不好意思 我们先来正片叠底一下 好了 头发咱们也用这个色啊 如果说是你的这个 你觉得自己的这个颜色呀 处理的还是平图看不太出来的话 我们就把 相对于这个颜色的阴影选色法也找过来 降低明度 提高饱和度 然后呢 色相往这个深红色去偏啊 就把它的阴影的颜色 也给它标注出来啊 标注到我们自己觉得合适的程度 然后哦 里面也是要红色的 对不对 我先直接涂啊 然后咱们怎么更快呢 就是反正是颜色小稿 然后涂完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白色 白色也不要用纯白色啊 然后把这个白色再给它 显示出来就OK了 对不对 用这样的方法 然后肉色 肉色你实在不愿意吸我的 你就去吸他们的 他们的肉色也可以 一定不要自己去做这个肉色啊 自己去吸这个 真实的人物的肉色 不要去这样吸 我们就吸插画的 插画和真人的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然后再根据这个阴影选色法 选出我们的这个肉色里面的这些暗部的颜色 我觉得饱和度还不太够啊 就你自己看看这个颜色是否红润 对不对 把这个暗部的颜色你也不用去管光源什么的 反正先堆上 堆上去看嘛 然后上面呢也是一个这个白色的 类似于白色的一些东西啊 然后再把这个腮红啊 然后这个嘴巴里面啊 稍微的加一加 对不对 然后整个的画面画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哦这里也要加白色 比如说啊 我们的画面当中 比如说我们的画面当中 背后你还要加一些这个 呃 绿色的这个圣诞树之类的东西 啊就比如说我们我们圣诞树也要选 也要找这个参考哦 圣诞树咱们用这个颜色吧 啊 加一些绿色的东西 这里加了一棵圣诞树 稍微偏一点点 啊 然后这里又加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啊 画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看 它这个这个颜色合不合适 啊 如果你觉得它不合适的话 我们怎么办 我们可以先按住Ctrl U去调整一下 啊 你就来回的换一换 发现哎 好像这个偏蓝一点啊 或者偏这个饱和度再稍降低一点点 可能会更好看一些 反正你就试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试出来的 没有说是啊 什么东西就一定是绝对的 因为我们之前呃 这个教灵基础的同学去做这个 做这个这个配色的时候啊 教的很多的公式啊 模板啊 教的很绝对啊 但是呢也是 也是就觉得哎呀 对于对于新手来说还是很难掌握啊 所以说咱们就直接试啊 你觉得哪个颜色舒服 就OK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都画出来之后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 呃 很多的人他会在这个光源的位置 再加入一些黄色 那我们这个渲染笔刷 这个时候也用到了呀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光源的地方 咱再给它加上一点黄色呗 啊 我这个时候先锁一下啊 加一点黄色 是不是让我们的这个颜色又更多了一份这个呃 这个这个色彩啊 然后我们圣诞树 哎 我们也给它加黄色 暗部呢 我们也给它加一点蓝色 反正就是暗部就是往蓝色偏 这个亮部就是往黄色偏呗啊 对吧 我们现在的这个渲染是因为很轻的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颜色可以选的大胆一点啊 哪怕画错了 我们及时撤销也是没有关系的啊 然后呢 我们按照这样的形式呢 再去给它加阴影也是OK的啊 然后整个把这个图关掉之后 我们看整体的感觉 看完了以后 你觉得嗯 我们合起来啊 你觉得哎 还是有点问题的话 我们就稍微的去拽一拽这个Ctrl M啊 看一看 哎 我们拽完了以后 它会不会让我们的画面变得更好看 更舒服啊 然后呢 我们自己就是拽完了以后呢 咱们把这一套色系啊 跟其他的这些去对比一下 你发现嗯 我们的颜色比其他的人的好看 哎 是不是啊 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个色去去上就可以了 你直接去吸这个颜色 画到你的正稿上面去就OK了啊 然后我们忘了颜色小稿了 这个可是最不能忘的啊 因为你们忘了颜色小稿 你的配色很容易出问题 而且会导致你们的这个 会导致咱们这个绘画时间要多很多 对不对 颜色小稿 你看我也就画了 这个颜色小稿 从我们呃 开始画到现在也就画了五分钟吧 是不是 五到十分钟 咱实在不行 十五分钟 不行吗 把这颜色小稿给画出来 那后面的就是你 就是按部就班 上色系画三步走 完全不用动脑子了 按照这个颜色 咱们反正阴影选色法 你也知道怎么选 然后呢 我们比如说 哎 我再说一说这个圣诞树啊 我把它给撤回去 比如说我们在上色的时候 这个圣诞树我们底色涂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怎么去上它的阴影呢 先新建一层 然后按一下这个剪切蒙版的会计键 然后呢 我们选一下这个颜色的这个暗部 哪怕我们就直接乱选一个色 都没没关系的啊 我们把它的这个圣诞树的阴影 顺着这个光源的形状呢 先给它画好 这个圣诞树我是没有画仔细啊 但是我们阴影的形状应该大部分是 大概是长得参差不齐的啊 这个样子的 哪怕这个颜色 就是刚前不是这个颜色啊 我们先画清楚 第一步画形 就是为了把这个形给画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形处理好之后 锁定住啊 然后再根据这个 我们吸到这个蓝色的这个部分 根据阴影选色法 把这个蓝色的部分呢 给它画出来 用这个渲染啊 多搞几下 它这个阴影是不是就 舒服了啊 我们可以整个 out加delete键 把这个阴影呢 处理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阴影还可以再加深一点点 我们一定用这个 用这个渲染笔刷的时候 一定笔刷要大啊 然后你如果想让它清晰 我们就加深一点 然后这里呢 我们再吸取一下这个颜色 让它不那么清晰 吸取一下这个颜色 让它不那么清晰 我们的阴影呢 就会越来的 越来越贴近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画面啊 然后一定不要画的 就是特别的肉肉乎乎的啊 一定不是说 我们把笔刷调这么大 然后画的边界都看不见了 边界看不见了 一旦边界看不见 你的这个画面 又会回到萌新阶段啊 就是我们再怎么样 我们这个边界 也一定要表现的清晰好看啊 然后我刚刚 我再次声明 我刚刚给大家画出来的 这只是一个快速演示的案例 在我们真正去画这个 阴影的时候 一定要比我这个形状画的 还要仔细精致很多啊 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才能更加快速的 把我们的画面给画好 你看只要我们的这个思路 对了 思路打开了啊 然后呢 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超级技术法的流程来画 以及我们上次技术的流程来画 你根本就不用花多长时间 对不对 我们也能画的 画出一个几乎啊 就是能满足商业插画的一个 一个人物了啊 也也也没有要求你们 一定要画的多么好看 天花乱坠的感觉 但是呢 咱们用这样的方法 一定不会出错啊 哪怕不出彩 咱不出错就可以了啊 所以就是我们一定一定啊 一定一定要把我们课程里面的内容 全部都用起来 你不用的话 就相当于咱白学了啊 然后我们又慢 然后又又这个 没有效率 然后画的又不好看啊 然后我们只要是 我这个我再 我再多废话一遍啊 只要是中间 就是超级技术法 技术出来的这个图好看 我们的画面啊 就底子好了 它就一定不会太难看 但是除了底子之外啊 特别是我们刚刚有几个同学 底子挺好的 画面精度不够 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画面呢 看上去稍微弱一点点啊 然后我们 一定一定就是每一个部分啊 首先有一个好的底子 用超级技术法 我们获得一个好的底子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做颜色小稿 就是加减够色画嘛 对不对 加减的部分就是在做超级 超级技术法 然后够完了以后色啊 够完了以后 好多就做完了 颜色小稿一定要做的啊 然后再到最后这个画 色其实就是颜色小稿 它不需要你画的多精细 到了画的时候呢 就是每一步都仔仔细细去画 单色平图一定要专注于形 你们 我其实在画这个 比如说画一些白色的部分的时候 因为底色就是白色 然后我再去画白色的时候 会看不太出来 有的时候我在做单色画型 画这个白色的时候 我都用黑色去画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先用这个笔啊 去把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 先用黑色去给它画好 画好了之后 我们得新建一层 画好了之后 我们确定这个形状没有问题了 因为黑色很明显呀 你画的好不好看 你完全能看得到啊 确定没有问题了之后 我们锁定住 直接去给它填充成这个 out delete键 直接填充成白色 就OK了 所以我们第一步单色画型啊 第一步单色画型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画的这个形 颜色什么的 无所谓 颜色你都有颜色小稿了 这个就照着小稿来呗 然后第二步加入明暗的时候呢 我们再去考虑 仔细的去考虑 每个颜色啊 包括我们刚刚做的这个颜色 它的这个暗部 用阴影选色法啊 套这个公式啊 一定要套 套完了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毛毛啊 才能选到正常的 它应该有的一个颜色啊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这个 加入细节 对吧 第二第三点加入细节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他们 到了第二步 其实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图 做的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第三步 再加入细节 比如说我们画完了这个 这个衣服啊 都做到第三步以后 哎 我们再加入一些这个 在浅浅的加入一些小雪花 或者是一些圣诞树的 一些小装饰等等的 我们这个衣服 还能更好看一些 对吧 就是让我们的衣服 显得更精致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平图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细节越多 我们的这个画面呢 越精致 然后可以卖的更贵啊 就是以这样的思路去出发 这个三是很重要的 这个三是帮我们提价的 前两步是决定了 我们整个的这个画面的 一个质量的 然后第三步是帮我们 提升价格的 就是所有的图 都是按照上色系画三步走 都是这样去画的 没有一个例外的 包括你们看到的后图 包括这个二次元 全部都是这样画出来的 所以说你们想去学那些 很复杂的东西 先把这个给做好再说啊 好的 大家 我刚才完整的演示了一遍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应该清楚自己的 这个问题到底在哪了吧 之前都是改背景色 改背景色也是可以啊 就是你们 你们怎么怎么方便 怎么来嘛 我刚刚讲到的所有的内容 在我们的政客里面都有讲解啊 就咱一定要先看政客 然后政客里面所讲到的内容 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就是你在看课的时候 你可能不觉得 不觉得我说的这个东西是重点啊 我比如说我在一堂课里面 我说了十个点 然后呢 其中第四个点 你可能听的时候 你没觉得它是重点 然后你就给忽略了啊 你的笔记里面也没记 然后呢 咱们在自己在画画的时候 可能一直就爱忘了 或者是一直就这个 没有想起来 然后我们后面啊 我建议大家就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学 学完一整套课程之后 我们三个月了啊 三个月之后 我们再回去再看一遍课程 茶漏补缺 你再看一遍课程 我们之前有的同学 跟我反映说 再看了 再看一遍课程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觉得 好像有一些内容 我从来没看过一样 就是这个课程 是全新的这种感觉 再看一遍 还会再发现新大陆啊 所以说 咱们呢 就是现在 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遍看课啊 你先记一个大概 可能你只记了80% 然后我们要去实践 实践出真知啊 你看 看几遍都没有用 一定要做作业 做作业是最主要的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 一定要在这个周二之前 就把课看完 从周二 咱们就要开始做作业 因为有的同学就是 一直没有时间 一直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呢 就是作业也没有时间去做 你想一想 你未来 为什么能变现 为什么能接单 难道是你会 你告诉人家 你绘画画 人家就给你钱吗 并不是的 你一定要画出 拿得出手的作品 然后我们的每一次作业 从第二周开始的作业 每一次作业 都是朝着这个目标 去努力的 就是去给大家 去做你们的作品集 就是把这个作品集 去完善 有了这个作品集 我们才能出去接单 所以说作业 一定一定是最主要的 咱们一定要把作业给做完 然后我现在比较欣喜的 就是咱们到了第六周 我们的基本上 大部分同学的这个画面精度 都已经提上来了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同学 做的都挺好的 就是没有说是特别出现 有特别严重的那种问题 就是如果说出现特别严重问题的 可能就是咱们课程没看好 然后大部分同学 可能觉得自己画的慢 画的不好 就是对自己要求太严了 或者说方向找错了 这个还是挺容易去改正的 下一周我们要开始加入创意了 创意呢也是 也是我在此再提醒一下大家吧 也不需要你们思考的太难 我们创意呢 会给大家提供N种方法 就是咱们把这个方法掌握的 你实在不行 你就用一个 就是你别哪一个都不用 咱用一个 把这个创意画面给画出来 哪怕就是一个小蜗牛 加小房子 这样的创意 咱们也给它画好 用这样的思路去出发 咱们去把它给 把我们的画面给画好 就可以了 这么棒 阿姨知道吗 这个其实就是画多了 画多了以后 你这个超级继练法 我是黏着用了好多年了 对不对 你越用越顺 这个确实是这样子 你不用你就一直用不顺 现在就是在练大家的这个超级继练法的熟练度 这个是唯一帮我们新手弯道超车的一个 一个最快的办法了 你要是从这个透视开始学 从这个正方体开始学的话 那我们这课程得拖到三年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本身白色的高光怎么弄 比如说雪地 看啊 如果说大家再遇到这种问题 怎么办 我来问一下大家 就是什么什么东西怎么弄 比如说什么东西 遇到这样的提问句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个参考里面只能借鉴一处地方 对呀 我们这个之前一直在说的 然后 能不能先讲类似这样的 再做作业 不不不 大家先看 先看视频 然后呢 再做作业 然后你们暴露出来的问题 我能找到 然后呢 我再针对来进行讲解 是更好的啊 如果说是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讲解的内容 我正课当中都已经讲过了 但是就是因为你们不看 如果说我先提前讲 你们再做作业的话 出现的问题 跟现在的问题 也是一毛一样 大家放心 一定是这样子的 就是正课 你们看完了以后 你们都不做的话 我们再先讲直播 这个感触不如现在更深 你知道吧 就是我们先做作业 然后你 你一听直播 你会发现你哪里漏了 你再去补上 是更好的啊 所以说大家尽量在这个 每周的直播之前 把作业做完 是最好的 看直播打鸡血啊 那太好了 这部分啊 不能任何东西不会化 你未来提问到这个问题之后 你未来可能还会提问 水怎么化 火怎么化 灯光怎么化 然后这个海浪怎么化 这都是很难的 对吧 你自己也想不明白的 那遇到这个东西 咱们如果说是这个客户啊 客户他不一定要找你画什么 客户可能让你画钻石 这东西怎么画 不会用的啊 不会弄的 一定一定要去找参考 你就看别人的雪地 用的什么颜色 然后别人是怎么去表现 他的白的啊 就是我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 就是别人不会用纯色啊 如果说他的这个背景用的是蓝色的天空啊 在蓝色天空下做的背景 他的这个颜色 雪地的颜色呢 会选一个浅蓝灰色啊 用这样的颜色去表示雪地啊 然后呢 再再用我们阴影选色法 去表示这个雪地的啊 这个这个雪的暗部 然后呢 任何未来你想问的问题啊 先找参考 看看人家怎么画 然后你你找到的这个 比如说啊 某某某东西 A东西 我用一个深一点的颜色 A东西 你在去找参考的时候 你找到了差不多十种画法 咱们之前第五周的作业 是不是让大家去分析这个山 你用同样的方式去分析这个A 分析这个A 然后这十种画法里面 你会发现 有那么两到三种 是你当前 以你当前的水平 完全能够实现 并且复制过来 并且效果很好的 那你就选一个去用 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任何的这个技术含量啊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转变思路啊 转变思路 并不是说一个东西 学今天我讲完了 然后灯我讲完了 活也可以讲 还也可以跟你讲 水也可以跟你讲 但是下一个客户 他要画什么 我能给你讲吗 我没有办法预知 所以我们现在 整个课程教的 并不是说 某某某东西怎么画 而是所有东西都能画 咱们删这个作业 一定要做啊 删这个作业做完了以后 你才能知道 未来A怎么做 B怎么做 C怎么做 ABCDEFG 你全都会画啊 这是我们到了第六周 一定一定要掌握的内容 而不是说啊 就是老师这个东西不会画 那个东西也不会画 啥也不会画 一定一定啊 答应我 一定要答应我 咱们一定要达到这样的水平 看直播能很认真听 看录播总不能静下心 去认真听啊 那这是你们自己心态的问题啊 看录播 为什么就是这个 搞录播呢 因为我们录播的东西 我如果放在直播的话 我可能要给你们讲 这个四五个小时 对吧 光两个小时 小时肯定不够用 我两个小时 我能讲多少东西呢 对不对 我要是这个 把录播的内容 全部都放到直播里来讲 然后又要包括 给你们解答问题 又要加上我的这个 思考的时间 加上我这个演示的时间 那我们一周的课程 我可能要给你们 直播十个小时呀 那你们还有什么时间 画作业 试问一下 十个小时都来看直播 你们 你们还有什么时间 画作业 所以说 我们的录播课的含金量啊 就是知识点的含金量 是大于直播课的 直播的话 我们就只能给你去 掰一掰思路啊 给你们拽 把这个拽 把你们跑偏的 这个问题呢 给拽回来 但是真正的 需要大家花时间的 就是在这个录播课 以及你们的作业上啊 这个 这个就是看录播 看不 静不下心 这就是你们自己 个人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确实是 呃 我刚开始 我上学的时候 也是老师讲什么 我听不进 听不进去 静不下心 但是我觉得 自从我开始画画了以后 我的专注力是 大幅度提升的 啊 就是自从开始画画了 就你你耐一下心来 你会发现 哎 你你能 呃 多在这个时间上 多在一件事情上面去 投入的时间会更长了 哦 我以前可能 呃 十分钟我就会走神 然后呢 我我后面二十分钟 我才走神 到现在我 我能 专心致志的画一张画 两个小时不走神 所以我这个 九座出问题了啊 但是这个 就是画风一转 我九座身体不太好啊 然后大家一定就是 画的时候 咱们定一个闹钟啊 就是基本上这个 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顶天了啊 那四十分钟停一下 起来站起来活动 活动 是这样子的 嗯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 呃 录播里面是精华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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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确实是有的同学 看直播的时候 他不会抓到一些点 然后呢 你们会跑偏 录 这个直播课的时候 我就会给大家去 这个呃 掰过来啊 特别有的同学 不画颜色小稿 这是不是 就从你们作业里面 看出来的问题 呃 不去这个 呃 不去吸我的色卡 啊 然后不不仅不吸色卡 也不借鉴别人的颜色 阴影选色法 不用 这不都是你们 在做作业的时候 反馈出来的问题吗 这样我一说 你们在自己去观察一下 自己的作业 然后是不是也能发现 哦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是不是 呃 在这个 呃 记在你的小本本上 然后我未来 在画作业的时候 我就不出现这样的问题呗 啊 就这么个意思 嗯 我之前也买了一个 站着画的 但是我觉得 站着画的时候 我的手会很不稳 就是不如 坐着画的时候 底盘稳 然后我就 我就 就把它给放弃掉了 要不然咱们就弄一个那种升降的 就是站着画一会儿 坐下 然后把它给降下去 然后呃 坐着画一会儿 再把它给升上来 升上去 哦 跪着画 也行啊 跪着画会比较膝盖疼 整一个跪得容易吗 我是觉得坐着是 坐着画是最舒服的 然后躺着画也很舒服 特别是用这个iPad的同学 呃 你们可以躺在床上画 还是挺舒服的啊 后面呢 跟不上 录播就没看 坐画 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呃 我还是那句话 觉得时间不够用的 就是你自己思路有问题了啊 就是呃 我们现在的课程 就是给大家要求的 就是咱们两到三个小时 把把录播看完 一一星期 你们两到三个小时抽不出来吗 啊 就是我们周日 是不是已经放放出视频来了 周日 周一周二 三天啊 然后这两到三个小时呢 也不用说是你们每天抽出大段的时间 你们用零散的时间 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你不愿意用这个 这个呃 电子笔记 用手去记笔记 也是可以的 对吧 咱们三天的时间 抽出三 两到三个小时 把这个课程给看完 啊 然后哪怕你就是 中午抽半个小时 中午三十分钟 晚上三十分钟 一天也有 也有一个小时 三天是不是三个小时 能看完吧 然后呢 我们从周二啊 周三开始 周三到周六 画作业 这个总能做到的吧 就是我觉得咱们 咱们如果说是你一天 连这个一个小时都抽不出来的话 那是 就是很 急一急总会有的啊 我就不信你一天 这个上午三个小时 上午三十分钟 下午三十分钟 挤不出来啊 就是别找借口 咱们把这个东西呢 认真给做完啊 然后呢 再就是把思路给挣过来 如果说你在画作业的时候 或者看课的时候 你觉得时间很不够用啊 或者怎么样的话 那肯定就是你思路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第五周和第六周 课时非常长 内容非常多 但实际上所有的内容 全部都是在做第一周和第四周的茶漏补缺 而且第五周的内容和第六周的内容 不需要你完全掌握啊 只要你一到四周掌握了之后 五六周你甚至连看都不用看 你也能画得好啊 当然第五周的这个钢笔工具的用法 还有分析法还是很重要的啊 就是四周半啊 四周半的时间 咱们咱们这个第五周和第六周 剩下的内容不学 你都能画得明白 对吧 就用我们刚刚的这个 呃 讲到的一些一些思路和想法 是不是 我不用告诉你灯光怎么画 你看上十张 你就自己知道怎么画啊 我不用告诉你这个水怎么画 你看上十张你也知道 然后需要大家做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平时画作业的时候 你去适应你的每一个笔刷 你知道每一个笔刷 什么下笔力度 它产生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效果啊 就是这样你在看别人的画面的时候 你能知道啊 别人的画面 它用的是哪一些笔刷 我能几乎模仿出来 我这个笔刷 每个笔刷效果都不一样啊 然后呢 在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画一个叶子啊 我就直接用这个 这个形状去画了啊 画一个叶子之后 我们再用这个颗粒去撒的时候 我们就能画出啊 用一些这个选区啊 或者涂层啊 或者这个锁定不透明度啊 我们就能画出这种带有边界线的 这种颗粒的渐变 对不对啊 就是这种东西我们都要去用 都要去去记住 然后我们再去分析 其他人的画作的时候 啊 我们来找一个 找一个 找一个案例啊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叶子吧 看看有没有那种 带着颗粒质感的叶子 啊 这种 咱是不是就能看得出来 啊 我们先平图一个 一整个这个颜色 然后用渲染笔刷 把他的这个右上角 喷上一点黄色 然后呢 再再新建一层 再去用 把这个暗部呢 喷上了一点蓝色 再新建一层画了一些细线 然后呢 顺着这个边 画了一个光边 然后呢 再新建一层 撒了一些颗粒 是不是 就能分析的出来了吧 就你看到任何的物体 它是怎么画出来的 我们都能 都能模仿的出来 这个才是我们 这前六周要达到的内容 而不是说 啊 把这个所有的知识点 都全部背过啊 什么的啊 就是一定要把思路 给挣过来啊 十班都知道 蹲着出作品 对 我们这个学员4829 说的特别对啊 就什么姿势 久了都不好 就是一定要定下时间 活动活动最好啊 强迫症 画不完成就停不下 这个我也我也有啊 当你这个身体 出问题的时候 你们就 你们就没有强迫症了啊 别等到这个时候 再再去治自己的强迫症 一定要给自己定到钟啊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一下啊 真的画的慢咋办 那你就自己去分析啊 你到底是软件有问题 还是思路有问题吗 就无非就是 这两个方面有问题吗 然后如果软件 也没有问题 思路也没有问题 我们刚刚真实的 掩饰了一个案例 从我们找参考到画完 画完这个 刚刚那图呢 找参考到画完这个 也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别说半个小时了 光这个草图 咱们画了不到20分钟 就画完了 然后剩下的时间 再给你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去把它给细画出来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一听课就打瞌睡 说明我们课真的很没劲 是吗 然后画面越画越复杂 这个就是你们思路的问题啊 我们的这个思路就是 你能画复杂 你就画 然后呢 画不复杂 处理不好 就是以你能处理好为准 然后你实在处理不好的话 我们就只画半身 你看我们这次作业 只要你画半身 就是怕你们处理不好嘛 就是咱以处理好为主啊 然后软件不熟的话 就补软件啊 就是咱们就是花 得多花上 比别人再多花上 两到三个小时 去把预习课的方方面面 全部都看会 然后呢 再把我们的这个 软件里面的快捷操作 全部都背过啊 这样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然后整个思路呢 我们就不会乱啊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不知道怎么问 基础知识不够 不知道怎么问 你就是 就是哪里搞不懂 你就问哪里啊 对不对 就是要不然就是你 你先画出一个东西来 然后把这个 把图发给助教老师 让他帮你看一看 就可以了啊 看米丽妈妈说了 重复看录像 真的找到感觉 就是有这个 完全没看过的地方 对吧 目前看不懂别人的话 目前看不懂别人的话的话 就是前四周没学明白啊 前四周学明白的同学 不论给你一张 什么样的图片 咱们都能分析得出来 哪怕是这个样子的 你都能知道 它是分了几个图层 用了几个笔刷 然后怎么画出来的 如果说咱做不到的话 前四周的课 马上去补 现在还不晚啊 就是现在 我们上一周就说了 现在补还不晚 到了第八周 以后再补的话 可能就会 拉下很多了啊 因为我们 前六周 现在呢 基本上就是 还是在停留 在画工的部分 从下一周开始 我们要加入创意了 然后呢 还要加入 后面加入文字 加入很多的排版 就是一周 比一周的内容多 但是呢 我们现在开始补 一定是还不晚的啊 然后再来看一下 一直都两倍速 语速太慢了 根本听不了 就是你如果是 这个反应很快 然后基础很好的话 两倍速是可以的啊 然后接下来 如果说是这个 基础差的同学 一定一定要这个 认真听 认真做笔记啊 两倍速其实也行 因为我语速 确实不太快 做笔记费时间 好慢 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你是 你是做笔记费时间呢 还是画画的时候 出了问题 再去调 调出这个课程来 然后再去找 更费时间呢 大家想一想 你记笔记再慢 也比你这个 重复看录播 要快多了啊 行不太准 修改的话 费时间 这个就是为什么让大家从 预习课就开始练液化呀 液化难道是摆设吗 行不准的全部用这个 全部用液化来修啊 印象笔记不让同时登录手机和电脑了 啊 会这样吗 我印象笔记一直冲着会员的啊 所以它有什么这个 这个限制 我也都不太知道啊 钢笔工具的运用 重新去看呗 嗯 然后呃 印象笔记不会用的话 咱们就用word也可以啊 word excel 不不 excel了 word或者是手写都行啊 你们觉得哪个方便怎么来嘛 呃 附加作业怎么做 把前几周的小元素放在一幅画上 不是啊 不是不是 就是把你前面几周的 因为前面有几周 我们已经出了这个 两到三幅作品了 我们把它完善出来 就可以了啊 不用说是放到小画面上 不用不用的 然后我更希望大家做的是 诶 我套用了我们的模板 模板是第九周的事情啊 把前几周的练习作业 这些东西优化成完整作品 制作成样机 就是每一个做一个 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都放在一起啊 就是人物做一个样机 然后服带做一个样机 灯笼做一个样机 武士做一个样机 就是你画了什么 你就做一个样机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未来展示给人家看的东西啊 就是我们先先做 做这个附加作业的意思呢 就是让大家去 回看一下 因为你 你随着你越学习 有可能你就看不上 你前几周画的东西了 你有可能有新的想法了 想去给它修正修正了 然后做样机呢 就是怕你们忘了啊 就是咱们这个 虽然说当前的这个人物啊 比如说你只画了一个人物 它还不足以构成一个这个完整的画面 对不对 画面当中啊 整个一张图只有一个人物的话 很单调啊 我们可能还要去 加一些文字 提升我们整个的画面的质感 或者说是加一些这个背景之类的 那就是我们后面再加嘛 但是现在呢 我们先把这个人物给做出来 然后你给它放到一个样机上面 就是不断的去训练 你把这个东西放到样机上的这么一个动作啊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是最终作品了 但是我们要向着最终作品去努力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人物画的越棒啊 我们后面呢 就只需要加一个 加一个文字 再加一个背景啊 就能直接用了 所以就是每一个作品啊 每一个作业 作业的要求呢 全部都是为了大家变现去出发的 这个大家理解就可以了 就是如果说你加在 你把你的人物 附带什么的 加在一个画面里面 你能表现的更好的话 你就加啊 如果说你表现的不好的话 你分着啊 附带一张图啊 这个附带是这个样子 附带一张图 然后这个人物一张图 怎么两个都长得一个样子啊 人物一张图都是OK的啊 语速本身就很快了 还是1.2 1.5啊 都行都行 老年人选择0.8 呃 这个PPT 随便写话都可以啊 不太会做 不知道重点在哪 我想说 只要是你觉得 对你有帮助的 都是重点 然后我们的这个笔记呢 啊 嗯 怎么说呢 我认为我的这个课程 对于零基础来说 每一句话都是重点 我是 其实恨不得你们 把我每一句话都记下来 但是我可能 比如说我说了一整段啊 就是为了让你们了解 我们现在呢 就是为了让你们 这个做到 我刚刚是不是花了很长很长的 一大堆事情 就为了给你们说 我们做到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做到最好就可以了 那你就把这个能力 范围之内做到最好 记下来就OK了呀 啊 为什么这个学习 学习的这个小学的内容 还要 还要咱们再教一下 都成人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可以 就是你 你总结一下 我说的这个中心思想 然后把它记下来啊 然后操作的地方 我是建议大家 因为我 我们软件操作 可能啊 就是有十步操作啊 你这个第一步怎么样 第二步怎么样 第三步怎么样 第四步怎么样 你这一步卡住了以后 后面全都操作不了 所以操作呢 咱们是每一步都做下来啊 每一步都做下来 然后我是不是 从这个第四周 和这个第六周的时候 就带着大家去总结了 特别是第六周 还让大家去总结 怎么样去完成一张画 然后有的同学说了啊 第一步我们要先用这个 超级借鉴法 去画出一个好看的形 这是你们自己总结的哦 那在这一步 我们需要哪些注意 超级借鉴法 有哪几个知识点啊 咱们是不是可以啊 一二三四总结出来 然后每一个知识点啊 我在这里写吧 一二三四个知识点 每个知识点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内容 然后老师说的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一步先搜 然后第二步呢 是T 然后呢 第三步呢 是这个 加减 然后呢 我们直接写个加减 第四步呢 是液化 然后我们这个 搜和T的时候 我是不是在这个 呃 政客里和直播里都说过 我现在真的是在教你们记笔记啊 我政客和直播里面都说过 咱们不要去啊 咱们要去找好看的形 然后呢 呃 不要去找那种 一看就设计感很强的 然后呢 要用普通款最好的 那我们就记一个啊 最好是普通款的啊 把它记下来 然后我们替换的时候 要每一个画面 每一个画面只只替换 只用只采用一个元素 对不对 这个也是说了 这都是很重要的啊 每一个只采用一个嘛 然后呢 你就你就好好记下来 你自己能看懂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加减的时候呢 我们就就就就想 加减的时候 我们是找到了很多的元素啊 就是比如说 我们画了一个圣诞 圣诞的人物 然后我们自己 选定好的这个形状里面 他没戴帽子 那我们可不可以给他加一个帽子 对吧 就是啊 然后我们选定的这个 这个人物呢 他手里拿了一个东西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他手里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去掉啊 就是加减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再想一想 怎么样跟圆图做出更大的差异化啊 就把它变成 从一个圆图A变成一个B啊 就是可以的 然后只不过我们 要借用他的人物动态 仅此而已 然后呢 呃 被我们改来改去以后 我们这个形可能已经很不好了 我们就液化 液化的时候需要拿几 注意拿几点来着 我们要先代入进去 然后再抽离出来啊 代加抽啊 就是我们要想一想 想一想 如果我们是这个画面当中的人 你稀不希望你自己脸那么大 你稀不希望你们大小眼 你稀不希望你们的这个手和胳膊不一样长 你们稀不希望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头发看上去很眉形 跟跟这个 跟这个没打理过的一样啊 带入进去之后呢 我们再抽离出来 如果说假如我们没有见过这幅画 从来没有见过这幅画 然后呢 你是一个刺头啊 你是一个 很喜欢挑毛病的人 你看到你这张画以后啊 你就自己去找一找这个 这个问题啊 以一个非常刁钻的目光啊 就是去给人家挑毛病啊 然后呢 挑来挑去 你这个液化就有思路了呀 对不对 起码先把这些 这些别人能挑出毛病来的地方 先给它改过来吧 改过来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 基本上啊 就能商用的作品了啊 然后所有的画面 都用这样的形式去处理 遇到任何不会画的物体呢 我们用第五章的分析法 分析法又是怎么做的 有哪几个知识点 需要注意啊 都都把它写下来嘛 就是这个意思啊 直接用网页看就可以了啊 就在网页里面直接搜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网页云课堂就OK了 这个观看方式 大家都在学习手册里有啊 就是你们问的这些问题 就感觉我们好像都 都没给你们说过一样 对不对 学习手册里面明明都有啊 课程观看方式 打开浏览器 输入这个 登入您的云课堂账号 我的学习 然后手机APP 打开云课堂APP 这不是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的 他写这么吗 对不对 啊 然后呢 诶 我们有个同学总结的 重点不是我们想画什么 是我们能画什么 这小卷说的太棒了啊 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们想画什么 不重要啊 然后客户最重要 然后现在呢 你们要去 讨好你们的客户 就是把你们能画好的东西 给画出来 就OK了啊 然后呢 呃 我们的这个 呃 笔记呢 你们就记到自己能看懂 就就可以了 然后呢 咱们这个 每一次记完了以后 再自己梳理一下啊 就记的时候 你听课的时候 可能记得毫无逻辑 啊 就是大家有没有接触过 思维导图啊 思维导图记的时候 就是啊 就是 呃 你在写的时候 可能毫无逻辑 但是写完以后呢 你会把啊 有一些东西 给梳理起来 比如说我们分散了 这么ABC 呃 三个小知识点 这是我零散着说的 但是你 你总结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他其实就是第一点的 第二个知识点里面 所做的一个补充内容 你就把补充进来呗 对不对 啊 一二三 啊 就是这些思维导图 都是这么做的 然后我们再稍微一梳理一下 这个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你稍微一梳理 咱们这六周就没白费啊 到了这个第七周的时候 你就会 身轻如燕啊 就是想画什么 就能画的 画的出来什么 然后呢 我们还能画的出来 自己原创的作品 还有创意啊 然后画面表现还好 就是身轻如燕的感觉 这个东西啊 一定要好好地去做 嗯 想画什么 眉与丑的问题 嗯 可以的 可以的 啊 说悄悄话了吗 我都没有注意 就是我们现在啊 软件不熟的去补软件 还 还有两周的时间 两周的时间啊 我这个已经是 已经给你们放宽到最大限度了 两周的时间 咱把这个软件给补好 然后 这个 会软件 软件已经非常熟练的 然后就一直觉得自己画不好的同学 改一改思路啊 把我这节课 所讲的中心思想 你们梳理成 ABCD123 啊 梳理完了以后 你就知道我们的中心思想 到底在干嘛 我觉得这节课 我是一直用了一节课在给大家掰这个思路 其实我前几周也在做这件事情 只不过有的人一直掰不过来啊 掰过来的同学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优秀作业是一次比一次多 对不对 就是画的好的同学一次比一次多 但我们是不是再稍微的证一证 我们下一周的作业还能更好啊 所以就是很期待大家下一周的作业了 图层不能移到另一种图片吗 Procreate 这个图层移到另一个图片 应该有方法吧 你百度一下 这Procreate我还真没移过啊 然后我们的PS是非常简单的 对 记笔记的时候可以暂停嘛 我们录播课都是暂停的啊 可以暂停的 对 大家有什么好的这个学习方法 都可以在群里去进行一下讨论 就是 我个人感觉好像记笔记不是难的事情 你们不说我都不知道有的同学不会记笔记啊 就是如果不会的话 咱们就讨论讨论 看一看其他同学 有的同学打卡的时候 会把自己的这个笔记给分享出来 你们就看一看其他同学的这个笔记 人家是怎么做的啊 然后人家是怎么去分析的 然后怎么去查漏补圈嘛 你的笔记没记得 人家记上了 然后你觉得挺好的 你就把它补到自己的笔记里面去 就OK了啊 那我们这一次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期待大家下一周的这个创意作品了啊 创意作品还是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就是别想的太复杂啊 在你自己能做好的程度之内呢 做到最好就OK了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直播 一定要好好理解 好好的再去看一看啊 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 你可能觉得 老师做起来比较容易 你做起来比较难 其实只是思路的问题啊 就是咱们思路转变过来以后 你做起来也会很容易的啊 那我们就下节课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